帮大家少走弯路 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 KIDOZN 西洞大院 大家好我是小毛老师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 那么这位朋友呢 实际上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 就悄悄的找过小毛老师 那个时候呢他向小毛老师 要了一份生酮相关的一个体检的清单 那么可想而知 拿了这个清单呢 一般的朋友会是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体检 那么一般的朋友做完体检之后 就会找到小毛老师来进行一番咨询 但是呢这位朋友并没有啊 究竟他自己分析之后啊 自己做低碳生酮的这个经历是个什么样子呢 就来到了今年的1月份啊 在1月18号的时候 这位朋友突然间跟我聊天起来了 因为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的昵称叫甜啊 甜品的甜 他突然跟我聊天 他说什么了呢 他说小毛老师你好 我从9月份开始关注咱们的视频 那么大部分的视频都已经看过了 他平常呢自己有在做生意 那么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慢慢的看我们的节目 听我们的节目 中间呢他确实也走了一些弯路 比如说买了很多不必要的补剂啊 那么现在慢慢的做减法 把这些补剂都去除了 那么他前一段时间还根据咱们的体检清单 去做了一个定解质还有微量元素的检测 得到结果之后是很标准的 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他很开心 看来啊 终于小毛老师的节目的内容呢 在他自己的身上得到了印证 他觉得按照您的吃法是没有错的 这是他得出来的结论哈 然后他说虽然我没有跟您付费咨询 您的视频我算是大部分都看了 很有深度 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惑 后期会继续关注啊 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再往后呢 他聊到了他的爸爸和妈妈啊 那么他的爸爸和妈妈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现在爸爸妈妈也在一起做 血压也正常 体重也减了 算是见识到生童的厉害了啊 我们平常很多朋友 这是让自己的父母一起来做低端生童 困难重重啊 但是呢 好在他没有遇到很大的阻碍 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 我的爸爸有肾病 喝了好几年的中药 尿蛋白没有好转啊 短短一个月的生童就控制住了 这是可喜可贺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借鉴一下啊 小毛老师在这里不做医疗性的建议 但是呢 咱们把网友的例子念出来给大家听 大家自己判断啊 这位甜的朋友继续说 具体每天怎么吃的呢 他说每天至少蔬菜啊 有五六种 因为全家人一起吃 吃之前呢 那么至少两斤 对吧 肉呢 半斤 这是一个人份的 后来看了咱们的视频 甜品也不做了 虽然他自己也很喜欢做烘焙 但是生童的甜品他不吃了 也不想了啊 所以平常吃肉吃菜就变得很简单 最后呢 他保留的一个喜好 就是烘焙咖啡豆了啊 平常业余呢 开一个咖啡豆的烘焙店啊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黑咖的爱好者 喜欢喝 平常喝的也不少 由于听了咱们的节目呢 知道这个咖啡喝多的不好 所以他尽量的寻求一些低音的咖啡 我觉得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 平常呢 他也会买一些黑巧 百分之百的黑巧 自己吃啊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小默老师呢 也厚着脸皮找他要了一包 他自己亲手烘焙的黑咖 咖啡豆 我也喝完了 确实不错啊 非常相遇 味道很浓 将来如果我们的粉丝们 有喜欢喝咖啡豆的 可以找小默老师啊 小默老师联系这位朋友 给大家提供咖啡豆 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买卖啊 那么 这位清甜的朋友 他说会继续关注您的视频 互联网遇到您是缘分 无意答谢啊 那么他说 如果您喜欢咖啡 可以寄一些新鲜的烘焙咖啡豆给我 所以当时我得要了啊 这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的事情 那么 过了两个月呢 这位朋友呢 想跟我们收音机前呢 所有的听众们 粉丝们继续分享 他的一些心得啊 因为我也经常怂恿他 我说 你也好 你的父母也好 在这个生童的路上 有很多的感触 愿不愿意分享给我们大家啊 虽然 那么小默老师 遇到很多的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乐意 走到台前来啊 但是这位朋友 甜很不容易 他愿意跟我们分享 那么这次他给我列了一个提纲啊 涉及到大概有九个方面的内容 当然我提醒了一下 咱们一次节目不要录太久啊 所以可能我们整个的节目内容 会分两期节目啊 来讲 那么每期节目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啊 不过呢 大家现在可以先听小默老师 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这次节目的 主要的一些大纲啊 他说的九条大纲啊 一个呢 是这位姓甜的朋友 他自己的生童的经历啊 为什么要做生童 契机是什么 他整个经历是什么样子啊 一些坎坷是什么样子 然后目前稳定之后的一个现状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他父母做生童的一些经历啊 他的父母 为什么想到要做生童 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慢性病 疾病 对吧 契机是什么 然后执行的过程中 也是的 遇到哪些障碍 那么我们作为子女的 跟父母之间的一些沟通 一些执行该如何落实 这都是难点啊 大家应该好好的借鉴一下 以及现状啊 然后呢 再就是补记啊 补记 再往后呢 就是这位朋友 他喜欢自己研究一下中医 关于中医呢 小木老师不懂啊 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啊 对于中医呢 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呢 尽量的自己不专业 就不要道听徒书啊 别人的一些建议也好 经验也好 大家都是听一听 但是不要盲从 咱们先提醒一下啊 那么这个田的朋友呢 他自己平常可能会用一些中医的理疗的手段 比如说艾灸啊 或者是自己抓一些中药啊 他自己的一些感悟 再一个呢 就是咖啡啊 咖啡我们做生酮经常会遇到 喝咖啡和不喝咖啡的一个选择 这不是一个必选项啊 咖啡不是必选项 但是呢 每个人对咖啡都有自己的感触 有人可能喜欢喝 有的人可能喝不了 那么看看这位田的朋友是怎么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的 再往后呢 就是在生酮过程中的一些运动啊 以及清断食如何搭配 这是他的一些感悟 再往后呢 就是孩子的肥胖的问题啊 这个孩子我们之前小木老师在去年时候 也接触过一些江浙一带的一些妈妈啊 一些妈妈 然后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减肥 希望用生酮来帮孩子减肥 但是难点在于小孩在学校里面很难控制住嘴啊 很容易破功 这个是小木老师认为比较难的地方 看看这位朋友 他在调理自己孩子的肥胖问题上有什么心得 最后一点呢 就是生酮与特殊孩子的生活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还没跟他来及聊 那么特殊的孩子在小木老师的一节 那么两部分啊 就是比如说癫痫 有一部分孩子有癫痫 可能需要生酮饮食的帮助 还有一部分朋友呢 就是小孩呢 可能会有比如说artism 也就是孤独症 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倾向啊 或者是多动症啊 在小木老师看来这种精神 或者叫神经方面的一些缺陷的小孩 可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生酮与试啊 虽然不知道这位甜的朋友打算跟我们分享这种特殊孩子 他这个特殊是指点一个方面 是不是小木老师提到的刚才那几方面 那么我们等今天晚上啊 他上线之后 我们再跟他继续聊 好 喂 喂 小木老师 听得到吗 你好 那我我这边听得到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连的卖了 我在阳台上门关着了 然后我这个连的是我的那个耳机 耳机还好啊 没有噪音钢 还比较清楚的 嗯 挺方便的 不受噪音钢啊 这个 嗯 好嘞 好嘞 嗯 那你那个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提纲吗 啊 提纲你后来有有增减吗 嗯 算是没有 我觉得想了下大概就这么多 好嘞 好嘞 那我就先简单聊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中文吧 嗯 你先先做一个最简短的自我介绍呗 嗯 那个不用说就说你的比如说姓名啊 职业这种比较比较敏感 你可以不提 你就提一下就是大概就是呃 比如说性别性别不用说了 肯定是女嘛 然后你比如说大概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一个年龄阶段 然后平常呃 比如说呃 是不是朝九晚五这种比较规律的生活 因为大部分有很多听众他是学生 也有可能是上班族 完了这些上班族呢 可能很多也是加班很厉害的那种 就是看看更多的人能不能跟你的这种作息能够契合起来 大概这样 我我可能还跟好多人不一样 我是个我是个那个全职妈妈 嗯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特殊孩子 嗯 呃 我是因为我是大概19年嘛 然后离职来家人能照顾他嘛 然后现在就是全职 年龄也是 应该是跟小木老师也差不多的 我是八四年是老鼠的 哦那咱们是一样咱们是一样 对差不多年龄大差不多的都 也都是人到中年吧反正是 对对对 然后呢 现在吧就是你说也是上了 下了小孩就是又带着那个特殊孩子 其实有时候我 我因为这个特殊孩子他带给我了很多东西 让我去重视自己的健康 嗯 因为我想带着他活久了一点说白了 就是很多普通 很多说了他叫妈妈的心愿 只有我在身上多 再多活一个那孩子就多一份幸福 对 我们不知道我们走 我们以后走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的走 就都会知道 嗯 所以嘛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然后我也会定期之间去体检啊 或者是多一些指标上的一些检查啊 有一点声让我最闹心的就是 对到一种那个胆固承的那边开始的 嗯 就是我一直是比较纠结这个词的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嗯 然后我经常也是为了排写那个这个孩子带给我的一些 带给我的一些压力 嗯 就用运动这个方式来释放治愈 后来有一年体检讯发现那个胆固承 他一直在往上线跑 甚至已经超过那个最高级了 嗯 我就我就担心 我是不是会走我老妈的那条路 他因为他是冠心病嘛 你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的冠心病啊 对 四十岁的时候就就发现有点多 嗯 嗯 因为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是陕西 我们那边汉中是做那个凉皮的的 嗯 嗯 以前老家他们忙忙 做凉皮忙 然后卖不出去的 他又怕真的 又怕浪费 全部自己在路里面去 完了 就就 就那时候就越胖 不受控制 犯人就百分一百四的 后来再检查出来有这个 就经常生气 我就怕我 虽然我没有我妈那么胖 但是我怕我走他的那个老路 嗯 你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自己打过程度生起来了 就是有一年去那个 我在我们 我们在无锡这边 就参加一个那个体检 嗯 体检 我说奇怪 那该用三次吧 你说他高也不高 说他低也不低 也就是一点 一点 是吧 有没有三年前 呃 好像 我是二 二一年 查出来是那个样子 二一年 那差不多三年前 两年多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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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办法 我就开始控制嘛 但是 但是我又没有 没有去查那个 紧固动脉踩超嘛 然后 我在想 人家不想吃药 那我就继续运动嘛 运动反正直百病嘛 因为那样想 那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啊 运动应该没问题的呀 难道我 除了运动 我说除了运动 我还能干什么 我去吃药 我不要吃药 但是越运动 我发现这个 胆固肠越高 跟我的 就是这样的那个 那个初衷 它是相违背的 当时就根本就搞不懂 后来又去 晚上查嘛 是人家说 吃那个 欧米加三鱼油 我又去买那个鱼油 吃了一段时间 发现真的还蛮有错过 上个大概就降了 把那个甘油 现在给我降到了 那个0.9 我记得他 他真的不到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 也给我妈他们买嘛 但是 但是甘油三只降下来 胆固肠后来降下来了吗 胆固肠 它也降了 也降了 而且还是 还是非常漂亮 在指标范围类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 这个漂亮指标 大为类的那种 那时候 就是说除了吃补剂 那会儿 有没有在控制饮食呢 也是一直在控制 就是碳水 还有一些像那种 我都吃醋两 白米西面都基本上不碰的 就算米饭吃了是一碗 一点点 就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下意识 在做低碳饮食了 对 那个时候 就是把所有的那个 就是米和面 我都换成了醋两 就是各种各样的 那种什么糙米 这样豆子 那样豆子 米和那个那种糙米 和各种豆子 搭配起来吃嘛 是那样 然后每天吃了一碗 我还特别是控制 那个控制大概就是 150块 三两左右熟了 就很控制 但是我过了有半年时间 我感觉还是不得这样 我也感觉 我有这个偏头疼 我说豆瓶 这么好 怎么还有偏头疼 偏头疼是吧 对 就偏头疼 就是头疼 它那个不定点吧 就是一块 不定时的疼 就白天晚上 它都不定时 不定点 都有 都有 对 那个时候去医院那边 医院医生也说不行 我跟我妈说 我妈说 你去买那个叫什么 叫正脑 他很年轻的时候 头疼 那个好早以前 咱们听广告都挺多这个 对 他说那个喝有效果 我说有用吗 后来灯水 我又碰到我儿子 那时候做了一个叫 精油活动 人家校长 你报了名 参加个精油活动 用精油 他用那个乳香 跟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你用吗 我喝了 这些东西蛮神奇的 蛮有效果 但是我说 这个东西不能常用吧 那一瓶都好贵的 15 反正要300多块钱 我说这样 那他就还得了的 但是又找不到方法 我一时候头疼 腾起来 我就没有一个好心情 现在又要在家 也能够弄孩子 对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 搜各种各样 关于短短短短短的东西 然后甚至说 我又发现了 那个水泼瓶的时候 然后这个门 慢慢就给我打开了 因为你搞 20年的时候吗 那那个你找到这个 差不多 就是一年前了 那都是一年前了 一年前 就是23年初的时候 23年初 那会儿的时候 你知道吧 我都已经有点疯了 我就每天就疯狂运动 每天都是在40分钟 都是高强度 跳那个刘根红 你别说 我咨询不少 就是江浙一代女生 真的 她到了这个 40多岁左右的时间 她非常的惜命着 对 她这个焦虑 身材焦虑 然后惜命的焦虑 她不想死 不想得病 然后逮着一个树的拼命 往上爬 大概是这种感觉 而且你什么 你知道 就是23年那块的时候 疫情还没有完全 就是第二波 23年初的时候第二波 我们第二波那个时候 都是有重招的 然后那个时候 又判新冠后遗 就崩缓运动 从那个22年底 到23年年中的时候 我这大概半年 我剪掉了八斤 就通过运用代价 但是我发现 整个人 投档不是环节的特别多 而整个人就瘦了一圈 就有点那种 不饱满 你知道吗 面目不饱满 有点憔悴的感觉 拖向的 拖向的那种感觉 对 就有点像那种 总是跑爬 总是跑的人 跑走的那种 就那种感觉 拖向了 然后我妈 把它说成这个样子 然后年中回学的时候 我那会儿也是在 刚好就是那段时间 刷到 暑假的时候 刷到那个升红 我后来才了解到 看到很多博主 才了解到 原来胆固人这个东西 它比我想象的 我大概揭开 知道里面 是什么东西了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运动的话 胆固人他一定是升高的 而且他升高是好的 而且低密度也会有高 那种大的 它是变多了 大分子的变多了 对对对 后来了解这 后来 后来我们那边 社区医院的医生 我定期会查胆固人 他说 大黄你不要吃 大黄吃它是生的 我说 那我又不是大黄 那我就回家吃鸡蛋 我又把那个 担心吃了 吃了 把大黄扔掉了 有几个月才 都那么干的了 真的 那个时候他们 就现在传统医生 倒是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他还是一刀切 对啊 那医生 医院 医院的医生 那还是这么说的 我说那医生 那你们打算告诉我 哎 怎么没管过 就这个样子吧 也没什么症状 他说就不用管 就是反正也说不清 也是就是 也是摆烂的那种 高就高取 对病人很 要求很严格 可是自己好像 对 吃了那个蛋黄扇 他就跟你说 你要控制上 你就不要吃 但是他不告诉你 他也不知道 后面生产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做不清楚的 在他们的意思里面 你只要擦标 他就要开那个药 开大厅 他尽量就让你在 那个指标之内 他不要让你擦标 就是这样的 反正总有很多家医院 包括我们这边的人 医院 还有这边的社区人 医院都是这个理念 我一想想 这个运动会生 吃鸡蛋 他肯定也会生 因为都是饱和脂肪 包括我们吃猪油 像牛油养物这些 只要是饱和脂肪 你接触到的 还有像 那个叫什么 只要是动物性的食物 对 都会有 它都会生的 绝对会生的 除非你说你把那些 饱和脂肪 我把一部分 再替换成那种不饱和 可能会降了点食物 现在的 我就是到 到替换的时候 我大概我就不用再纠结了 其实 重点不在于你的 总胆固醇指标有多高 而是你的干物三有多低 这个才是 就是现在 我领悟到最重要一个东西 对 所以后来就是 我大概知道这点的时候 我就不再去纠结这个数字 他要高就让他高去吧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想着去做那个 像从第三开始慢慢往那个 社会那边走嘛 那个时候在关注你之前 我又关注小伙伙伴 另外一个博主 他们也是 就是自己做的嘛 自己家里的老公 他是营物人 他做的 他帮我指引了一段时间 不过我也蛮感谢他的 因为他 但是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致命的 他就是 他吃那个食品甜甜 吃甜甜 然后吃好多好多 而且我发现 他吃的那个小肠菌 有点像孤独生长那种 所以我看他视频我大概知道出问题了 相当于是孤独生长出问题 那肯定方向有点偏了 不能那样自己的 他那个小肠菌菌 构度生长是确诊的吗 还是自己 自己说的 他自己 好像是自己说的 因为感觉各种不舒服 就是什么 放屁啊 打嗝啊 那个肠胃生化不良 各种 就那样的 反正他没有说是医院那个症状 后来我想 那甜品可能是不能再吃了 我就把甜品就杀了 我家里面其实有 有那个 呃 好想我自己也可以做很多 但是我最终于就不做了 对 后来就是每天 后来就是 开始就是慢慢 关注你的比较多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最要的就是睡眠那晚 我过不了关 我整个有 刚开始签的时候啊 就是没有签历史啊 就是我晚上会吃一片 一两片面包 但是到晚上 那个眼睛瞪得 那跟个铜银样 我一个礼拜整个 反正有四个晚上 都是那种 你吃那个面包是什么 生铜面包吗 不是生铜面包 自己做的那种普通那种 就是碳水面包 就是吐司 那你那会儿 肯定是入不了铜的了 你就永远是处于那种 就是要入铜 又入不了铜的状态 对 那个时候脂肪比例已经大高了 然后那个时候 关注的那个博主 他又让我 就是晚饭吧 吃一点点那个碳水 我就忘了放在晚餐吃 因为放在晚餐吃 睡眠不会有太多影响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睡眠 特别受影响的人 特别是尤其像 现在春节这个生发 这种季节 我感觉特别特别猛 要喝很多下水茶 我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我们后面在 我就说 回到刚才那块 就是睡眠这关 就是慢慢的熬了一个礼拜 我当时差点停不下来 他给我打气 然后我意识挺过来了 慢慢的可以睡到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再过来 五个小时慢慢在往上涨 到去年冬季的时候 差不多能睡到七个小时 也是八个小时 尤其是三十六天 最冷的一段时间 睡眠更多好 好 那这算是身体自己 花了两三个月 自己调整股 慢慢是算是调过来 其实到现在 算下来应该是有五个月吧 我国庆节开始的 现在我三月份来 三月份 快三个底了 有五个多月了 然后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姨妈 她有点 那个周庆的部分了 就开始往后推 推了大概两个月 第一次推了一个礼拜 第二次推了半个月 然后到后面 就是二月三月 都是在月初正常了 基本上 那姨妈问你 算是解决 我当时还有一点 蛮担心的 后来你回想的时候 有考虑过 最初那么几 一两个月 你是怎么吃的 中间有没有 哪里没有做到胃的呢 当然生酮甜点 这个咱们刚才聊到了 那个时候已经夸到了 国庆也开始 就没怎么吃了 我姨妈 后来我在想 是不是油 人家说是脂肪 不是养姨妈妈的 后来我又想 那我每天 那个油量 可能是吃 不是 他是那个博主说的 不是我说的 对 博主说的 现在你发现 饮食哪里 没有做好 你自己当时想过没有 其实我当时 也没有特别就业 人家说 你只要把脂肪吃够 把蛋白质吃够 他终于他会 身体会自行调理 会到一个正确的 但是如果说你脂肪吃了很多 蛋白质又选错了 会怎么办呢 不过我可能一开始 可能差的比较多吧 大概就是身体 那个博主 他也是引用你的 那个就是身体的 重担成因0.8 我就是按那个来吃的 我跟你说 很多人是copy我的 很多人会跑过来 找我咨询 然后没有第二次 或者说有人 他会偷偷买我的 那个检查的 那个体检表 或者说我的 那个问卷调查 他拿走了之后 就不来找我了 这种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他偷偷的把我东西 都拿走了 大概 大概好像说 就听到了 他说就按照那个来吃 然后我也就按照那个 每次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是当时 有关注你的 一个群的视频 我发现你都是 现在有可能会上秤 可能会称一下的重量 我也是 其实0.8算是比较少的 0.8是比较少的 在我不管是 就是说咨询其他的客户 和实际指导的过程中 我觉得0.8是偏少的 应该在1.2 1.5 这个区间里面会比较好 对 其实后来我 依据我自己情况 我有调整 因为我有运动 运动的话 那我肯定是1.0往上的 所以后来就是肉的量 就调整到 就是5两 6两都没关系 不是特别周见 反正大量就这么多 就这样下来 其实蛋白质跟油脂的话量 没有走得太偏 所以的话后来姨妈养的 后来也比较盛 她没有太大的波动 也没有像有的人说是出走 那种 那我没有 那个没有 可能还是 你就是处于那种 还算不怎么挑食的人 这种就比较好 不错 就是因为你的江浙 我咨询的江浙的女生太多 有些女生就是可能 不知道是在哪里刷的帖子 或者说听一些人的一些建议 或者说他们自己过去减肥的一些经历 就是只吃鸡鸭鱼虾这种 不带怎么脂肪的 然后呢 明明姨妈开始推迟了 还是继续这么吃 她贫血就很厉害 就可能两个人身体不好的话 搞个两个月就没有姨妈了 没有了之后再把它调回来 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上面 我没有走太多关注 可能自己当初 关注的可能也比较多吧 大差不差的 就是大概半斤左右 就是这样吃下 一直吃到现在吧 大部分也是以红肉为主 后来就是生存 大概到一个月 我国庆 说现在说是国庆节 那几天回家是我开始的 然后就开始 那个时候还喝防弹咖啡 那个时候不知道 防弹咖啡一吃下去 就是大概五六十克的油 黄油跟椰子油 因为我那块在家 我妈做了 她们一直在吃那个油 我用钱她那个菜里面 给的油太少 我怕脂肪吃不够 我就把那个 额外的就是通过防弹咖啡 把那个油给补上来 我妈看都吓死了 你这样吃 你不要在冠心里面 她吓死了 我真的吓死了 然后我们那块 还一起去做了 那个胆固生育剂的检查 我妈是吃她 听她三点减 我的职业标了7.5 就是那个时候 你那天那段时间 每次都喝个50来克的脂肪 你后来观察过 体重的变化吗 体重的 因为我是 我意识犹豫的 其实变化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 就是我的头疼慢慢的 它量在减 一点一点的减 很少 现在感觉不到我的机会 那说到底 它并不是因为你吃了脂肪 头疼减弱 那可能是生酮本身 对 它就是这种代谢模式 然后就是 它出的那种 那种 副作用 就是它可能有 片头顿 我们就 我就理解为是 碳水带了 可能已经把这盖掉了 慢慢的 碳水带就没了 所以感觉 生酮带给我 还是蛮多的 片头顿这个 我现在吃 基本上是没有 然后就精力 就特别旺盛 一天水用不完的劲儿 不太容易感冒 像这段时间 我公共他们过来 我们前 上个礼拜 我们去四周那边玩 那天刚好 虽然白天打开牙 到了晚上 但是到了晚上 那个瓜分 那会冷 我就穿了一个毛衣 穿了一个家后的 那个打底衫 我连绒红服都没穿 他们四边穿 穿了绒红服 我动了四周间的 但是我没感冒 你后来有那个 像我们要求那样 吃一些维生素D之类的吗 有 我维生素D是最近 一个月才加的的 因为我是 因为你之前说过 你不是有买那个体脂肠吗 我是买了一个华为的 但是他很不准 但是他有一个数字体 提醒了我 说是那个叫 骨盐含量低 刚好我想 我那段时间 去做了那个 就是去医院 做了那个 气概的那个核子工程 我发现 我有那个叫骨质增生 跑步跑了 气概有点团 医生说是有骨质增生 我联想起来 我那个车上 他说是那个叫什么 骨盐含量低 我想 是不是缺钙了 应该是缺钙 出问题了 我想要补 那之前大概有做过功课 就是要补 那个D 还有那个K K 我在往那时买了酸菜 准备把酸菜加入 泡菜酸菜加入 然后的话 D的话 现在每天就是 吃的那个叫 金达味 金达味 它那个5000单位的 每天吃两粒 像这样 睡眠的话 有一点点问题 我晚上 这颗就省掉了 但睡眠好的时候 晚上我再把 另外一个加回来 现在这样 他睡眠 给我们吃的5000 好 不过 我要提醒一下你 这个是你自己 自己给自己的诊断 或者说自己给自己一个判断 对 我先不表达我的一个 那个意见 但是你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我过一段时间 还准备去院 测一下那个 25 那个叫什么 抢肥微生素D 这个是要测的 本来想 之前那样测 但是我想 他估计也没 大概就是缺了的 肯定是那个值 非常低的 可能已经有 那个叫 股质真诚的 然后我想补 大概三个月 到时候也去测一下 包括前一段时间 我说那个叫 同行半端算 也算跟那个 闭嘴也有讲 这样才睡眠不可 现在是停着 后面就好了 我再夹出去 后面再过来 再去 反正就是持续监测 可以 可以 反正两三个月 你做一次 复查 把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 重新都查一次 然后再改变一下自己的 不管是补记 还是影视结构 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 是的 这两只手的心里面 有一个底 像有样是像刚开始 他们 他们有的说要撤 那个车桶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也买了 一开始 就是那个 他这样说 我也买了 买了 后来 我觉得大概监测 会吃哪些东西 他会退 那些东西不会退 大概多少颗 他有时候会退 潜退 深退 现在已经比较有 有经验了 有经验了 那我其实吃东西 时候我会注意一下 然后大距离 现在车的频率 会越来越少 你是什么 扎手指还是呼吸筒 扎手指的那种 扎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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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微测 好像还可以 那个可以 基本上从10月份之后 后来我就一直没有抱过态 我觉得我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是运动的人 做事情还是蛮认真的 就还是比较有这个毅力的 对 本身运动就是一个 比较考虑意识力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我忽然没有出现 像人家那种抱态的情况 但是我是从 从一个教练 或者从一个博主的角度 我又希望 所有的听众 不要把生童当做一个 很考验人意志的一个东西 好像说只有自律的人 才能做好生童 反正 对 是要讲究一定的 循序渐进的方法的 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 慢慢的就觉得 后面的事情就不难了 但是就不要说一口吃个胖子 其实大部分人 他其实缺少一种 之前你说过 那个叫切记这个东西 他没有生过病 没有接到医院的 一直通知 说是你到了什么地 你要怎么样 他没有这种经历 所以他对做的东西 尤其要介绍 失恋上那种精致的 那种态度 它是很难的 有的人甚至 他刚开始 他知道身份身份 这个东西很好 他做了 但是 他抵抗不了这种诱惑 然后他又去抱 一抱抱一大堆 然后完了又后悔 又开始重新 这种人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就是那种没有抵抗的人 他应该是蛮多的 这种 这种的话太多 但是我就建议 这类朋友呢 就是能够去一下养老院 能够去一下医院的急诊室 去一下手术室门口 先坐一坐 坐个半天 就有体会了 感受不到了 那一份人间疾苦 真的是感受不到 就觉得因为自己 吃一吃嘛 爽一爽嘛 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 你会想到人 总有一天会老的嘛 50多岁60多岁 现在你别说50多岁60多岁 很多年轻人 三四十岁 都往急诊去送 很危险的 太多了 20岁 20岁出头 冠心病 心梗 脑梗 还有那个糖尿病 对 我就说 人是 刷一刷一大堆 推上事情都是那些大堆 对啊 就是说大家 他没有亲自感触到 这个身临其境的话 他是不会有 这种深刻的感悟的 我们光是说 在网上说 你要这样 要那样 他没这个感受 就像高考一样 你说 你考上一本 跟考上二本三本 和中专 大专是不同的感受的 我们总说 哎呀 你能上个好大学 多好啊 在高考之前 谁都嘴硬 都没事 你看我的 我以后一定能混得好的 但是有时候 对吧 但是这个社会会 现实会很充分的打脸的 是吧 不过我现在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自己没有抱探 也算比较幸运了 还是比较亲信自己的 自控了 另外的话 就是 我说说我做 吃饭的这个环境 我老公 他是正常吃的 他不会像我一样去做 因为他又没什么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正常 你每年单身体验 学堂呀 什么学纸呀 打工程 什么都正常的了 他就没有 他对我这个东西 就不敢 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他也不干净 有时候会偶尔问我 这个东西 你还会买这个 甚至碳水 碳水冻 有时候吃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橘子 你看这个冻水 是碳水吗 然后他 因为我在做 他很多时候 他耳里默染 你知道吗 从我做吃了这个东西 到给我 孩子吃了这个东西 我会严格控制 所以当他要给我孩子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有时候就会去反对他 或者是跟他去争论 对 因为他有时候没底 嘛 你说你看你看 你看吃喝的那个叫阿默西买的那个 碳水都一百克里面 正常算的 那才五克 这个里面都十几克 明天加了好多糖 你干嘛干嘛 用力吃了 嗯 那平时就 那平时周一到周五 我说你不要出去玩 你不要来吃 那就收嘛 平时我们的话 就不要收起来 全部藏锅子 一把锁给锁下 不要让他给我抓 早都不要让你抓了 我们家也是 我们家小孩 现在才两岁多点吧 有时候他妈吃那个苏打饼干 就给他塞 给小孩塞一块 有时候吃了吃 那一包就要吃完 我说不行 最多吃个半块 我还减性的呀 那你懒得一包都给吃了 你以为还要吃饭呢 待会你那饭呢 我经常就是我就说 他塞过去 我就给躲过来 有时候会这样 我们家是这样的 我家孩子 我有时候经常 之前跑不下 每天我只要跑着 我就会隔天 带他跑三公里 嗯 我就是靠跑不了 给他控制他的那个 那个肥胖的 但是但是现在想起来 其实挺挺可笑的啊 自己膝盖跑坏了 还要给海上的 这样用这个方式 给孩子来控制那个体重 我现在就 所以我现在换 我说要把那个饮食 用饮食方式 来给他控制 所以我现在早饭 就给他改成两个肢带 嗯 还有那个酸奶酸奶自己做嘛 然后再吃了那个 自己做那个紫薯饼 跟那个 紫薯跟那个烟麦 把它弄在一起 然后烤箱里面 给他给他 就是让他烤一烤 就这样拿 他相对也说 还是控制了 还是可以的 即使你体重没有 大起大落那种 他现在 就是分离工节 回家有点不受痛了 老人嘛 爱嘛 刚才就给他带 就这样 嗯 啊 不过您可以 刚才说到你的那个小孩吗 那个小孩他多大呀 九岁了 九周岁了 九周岁相当于70多年了 但是他这个肥胖子 他肉很磁石那种 不是那么细胖的 都是跑步嘛 那种练穿 他也可以上你的体脂上看一下嘛 对 是的 但是我买那个滑个体脂 我老给他不准 比较准的就很贵 那没办法 对 是的 嗯 就是大概吧 反正只要这个身材匀 就这样 不要太那个傻 太离谱就行 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这样 嗯 现在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像现在我们 呃 像我父母现在过来 他们就是他们 按照他们自己老男的吃 他们每天早上吃馒头 要吃包子之类的 我反正都是 我说 我说 爸爸你们要吃你自己做 我吃了大概到12点 祝你自己做 他们也不会感受 下午的时候嘛 就是 嗯 因为我公共 就是你的父母是在做生童 但是你的公共跟婆婆没有做 没有没有 他们很健康 他们都是瘦人 就是天里面 劳动的装甲人 是这样的 上下的 上下过来的 嗯 他们的血糖 还有打工资 他们脂肪都很好的 就是那种 正常超大纯面的 就他们没有怎么像城里人一样 吃太多垃圾食品 没有 没有没有 他们也是没有那东西 他就是米面 米面馒头呀 肉呀菜呀这东西 嗯 早饭嘛 头简单就是可能吃过吃个馒头 加个咸菜 我吃点肉 喝点粥就这样 或者下个面团 嗯 但是人家人家身体没什么异常 人家都很瘦啊 嗯 所以我最近看的时候 就是他们做他们的 我中午就自己做自己的嘛 然后到下午 因为我公共是个厨子 那下午就会多炒一盘菜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嘛 就吃菜 嗯 他们就吃他们的饭 吃他们的菜 就这样 哦 那你们是两家人住在一起吗 现在 嗯 是我公婆 他们 就是过年之后 跟我老公 一起开车到无锡这边 到无锡这边的家 这边一起过 过一个月 然后亲密的再回去 哦 再跟他们一起的 但是吃饭 我是中午这个 我是跟他们分开了 我最大的这一餐 我中午吃了 他们分开我自己做的 嗯 第一次就跟他们说话 因为我做生动饮食嘛 跟他们吃的肯定不一样 嗯 然后那个他们也也那个也体谅我 也都大家都达成一致的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 好 嗯 那咱们就回来 呃 你的公公婆婆就不聊了 咱们就聊聊你的父母吧 对啊 对 对你的父母 父母那边 嗯 我之前就告诉过 你不是我家吃汉州那边 我们家之前做那个凉皮的 嗯 然后因为我我妈妈之前 我已经跟人说过了 就是20年关心冰食 嗯 就是从吃凉皮那块 是把自己吃吃吃胖的 后来就是那个体谅我130 一直没下过 一直到就是做生动之前 都130没下过 他的小吉祥 他个子还比较矮 我爸爸是 大概六七年前 有那个肾炎抢出来 然后我当时去 西洋那边的 西洋那边的医院 看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 吃那些药 定期还是我们那边 市里面去采购一些中神药 反正每隔两三个月 都要去吃饮 都要去采购一次 嗯 中药吗 那时候 对中药 就算出来远 因为七八年了 反正他也是大体重 他体重双业也没怎么减过 当然也去跟我妈去 每天都去跳广场舞 还知道运动很重要 但是两人其中 可能不是 跳那个广场舞 他可以减下的 也没怎么减 嗯 他那么的活动量 还很大 我爸大概是在 170多斤吧 高的时候就一点大 那个子 个子是多高 个子不高 个子就一米七 高好一米七 那算是比较重 但不行 整个人就很肥嘛 又宽又肥的那种 个子也大 就是那样的 很油腻的那种感觉 然后两个人都胖 有时候我笑我妈妈 就是你睡在船上 你都看不见这些脚丫子 那他们俩现在就过来跟你一起住 然后 没有 他们本来我是让他们跟我到无锡这边来 看着我跟着我一起吃 坐上两张个月身后 那他们又想 无锡这边 不自带 就突然他们自己的那生存环境 他那边有朋友 有瓜葬 他不喜欢到这边的 那我 那我回到屋子之后 我没听到连线 就是视频里面 我教你们怎么跟你跟我学 那你这很进心 还视频连线的话 当时 对啊 就因为没送嘛 隔三差五跟他们聊天嘛 顺便再跟一般书 塞一下那个生存的东西 有关的 书货里面买的 外面的帮买的 所以我爸他很好 我跟他买了书 他还看得着 买了几本 几本跟那个 就是像那个什么 喜欢的真相 还有跟生存有关的一些 他们自己看书吗 我妈看的 我妈是看的 我妈他和他文化成本不关 他不爱看 他看不进去 然后我妈怎么去 他就跟着我妈去 哦 那你妈以前是当老师的 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 我妈初中毕业 也不是老师 但是他自己爱看 那不容易啊 他是有病嘛 他但是有关心病嘛 就是也是病 病的 就有 就很 心情很不好 但是你 牵住的 健康这方面 你让他看 他还是会看 他也 他也自己也新命 说白了 也新命的 但是我说这个配合度 真的可以 就是愿意主动看书的 老年人 真的不多 哎 就是那个 低碳 甚至你低碳 低碳运员会编成那本 叫什么 那个叫 低碳水化合物 工作手册 对 对对对 就那本书 我就没听那本书看了 那本书可以 我说你把那本书吃透 吃透 当时候呢 你在听听那个 我给教的这个 小明老师视频 他里面那个经验 鼻子里面涵盖的那个东西要多很多 有可能就听 嗯 好 那本书看完呢 看完他就开始做 但我妈那个人 价不一只薄弱呀 他总是去偷吃 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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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两个人被我逮着 然后我就说他 不好意思 然后有时候过年回家吧 跟我赌气 赌气了一个人就 就就就就去嗨一碗米饭 或者一碗面团 哦 吃完了半夜就开始 反正又有失眠 你就是这样 因为有点小女孩了 那种 因为因为我们老家 其实说实在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 去尝美食还特别多 嗯 像那个馒头呀 就是那个碳术类的 很多 还有花转啊 这些 这些 江头小厂那个凉皮 真的是所有人的贵爱 汉中人都的贵爱 其实我觉得他就每一个人 早餐都是 逼地逼地 他那个叫凉皮 还有那个叫粥 这两个东西的 嗯 他吃一碗 他吃一块子 那个凉皮 就要喝一口粥 大部分都觉得很爽 这种方式 但其实像 现在想想想想 你的早餐真的 就是一堆碳水 什么都没有 没有营养 还有大堆 没有食物有 所以就是这样 他会在里面给你弄一点 什么土豆丝青菜 就那几个 两三根 那营养还是太平纪 就是平纪 你看不到肉 看不到那个 那个什么奶 酸奶 可能有的人会那个什么 会多吃一袋 带点什么鸡蛋呀 什么之类的 它是什么肉酱呢 就这些东西 所以 所以我回老家感觉 就是现在的 真的是泡人好多好多的 没见几个 大街上走的 没见几个瘦了的 你觉得你妈的 那个态度的转变 是跟她看书有关系 还是觉得 跟你的指导有关系 是因为我让她那样做 她就尝试了跟着我做 她体会的好处了 她说 她说脑子会有迁徙 没有以前那种 吼的那种感觉 她没有跟你一直 嗷气嗷下去 嗷两根气 然后她又好了 嗷两根气她又好了 就是这样的 是这种火气很大的一个人 就是有时候 你看她这个人 就是火气很旺 就是有时候 情绪 情绪化 有时候生闷气 对有点 所以就是 你跟她说 她不生气了 她就说 你让我这样做 我骗不这样做 就是那样的 不过好在就是 好在就是来的快 去的也快 都不跟你较真 了解她 了解她 就是她说那些 只会她就会 按照她自己经验 她觉得好的方法 往那面 往那个方向去走 她不会去 特别去 跟你叫着 叫着点 不是那种 她毕竟是不是 先看到你好了 然后她起码 知道这个方向 是没问题的 对 因为毕竟 那是写了本书 它是很适合 一个知识本书 我说你不相信我书的 你总归相信 这书上写的东西 对不对 人家那会骗你 这都已经诚意 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知识体系 说明它是有存在价值的 好 她就开始这块 开始相信了 当然吃油 也是一点一点 他说不敢大碗吃 他还会吃一小碗 我说 那你就从地上开始吧 你把这个饭 你慢慢的剪 剪到这个油 就把油 开始慢慢放下 现在家的 现在你们做了三四个月 吃饭完饭 好几个月 那电饭锅都没用过 挺好的 我家的那个电饭锅 我也得想办法给卖掉 我都用不上 两个 那你们家里不是 还有另外两个人 他们不是也能吃 那个没饭的吗 他们不吃饭 我老婆也不吃饭 现在 我老婆顶多就是有时候 他不做生酮 那他会自己弄点面包啊 啥的 对 吃一点点 也挺好的 也不错 比大部分人吃饭 但是有人好多的 还是 天天在我身边 他要是在天天那种 狂吃 那肯定要被我制止的 说回来 说到我老婆那边 他就是不会的 那个好处就是 精神 精神 比较好 没有那个头疼牢 你知道关心病 有时候会带来那种 就是叫气磨 还有那个有点 工作不足 那个脑子会 那个工作不足 会出那种情况来 然后他做 他这个话呢 他就 他就是改善 而且 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血压正常了 以前都是低压 那个低压 有时候 才50级60级 高压有时候 连90级都放不过 现在都到100多了吗 到100多 110了吗 100 110 高压110左右 有时候120 低压的话 基本上是在 780的样子 可以的 基本正常了 因为他以前 他就不吃那个 那个 那个 肉压 吃得很爽呀 他就 每天他就吃一大碗面 你说你这个 他正常上的 他一样 吃全 他那个血压 能 好不少 你给他调整 这个过程中 他之前吃不吃 那些降血压的药 不吃的吧 降血压的药 没有 他不吃了 我爸那块降血压 我爸就吃了 现在生酮了之后 那个 有没有说 主动的把一些 盐啊什么的 多吃点 我跟你说啊 吃盐 这个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 我嘴皮都说了 哪都不敢吃 说是人家说 说是那个什么 今天五颗也不能超 也又也不能超 我说你这个都已经 是低碳生产了 我就把 你的有的视频 还有 也吃了 我看的书上 包括那本书上 每人说的 关于加盐这块 我都在看 你看这书上说的 人家说了 这都要加盐的 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 你这个都会 做不下去的 老师 你整天跳 广播会没叫 你没叫就是你缺 你家就好了 那所以他后来 我还这么好 我每天都是去买 那个低碗 我说你家 你们今天早上 你家也 你先给我 你用手指 两个手指 你先捏一小串 你先喝了 然后你去外面走一圈 你先看看你自己的感受 让他感受一下 是不是有力气了 对 我爸说 沿上那个河 走了两圈 感觉还 经历还可以 还不错 人家这也天天搞 就是一个人 有时候我妈还没行 妈 人家就回来 和你已经沿着走了两圈了 他感觉他不错了 我爸那个人 不错 所以你妈妈从 你让他从不敢做 到先尝试那么 迈出第一步 对 是的 然后他觉得 这个确实体力好了 然后他现在慢慢的赶吃盐了 但其实说实际上 你让他 你说他有问题 他还是把心也要来怀疑 他说 给你自己试一下 他就来吃那个糯米 就那个糯米 真的那种糯米 在肉片 在扣肉里面 他现在还吃吗 他不信心 他又睡了 上面加上汤 上汤 直接涨两斤 这几个人都在吓到 他又说好雷纳的 我说是啊 你现在知道了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2月份 1月份 大概不止了 年前 年轻大概11月或12月 就是我 我能国庆回上家之后 我大概有 之后那一个月之后 嗯 都11月中旬的 他跟我说 有个美当的事 啊 你说那你自己 接地下最好呀都 不用你什么 我会念 他在你耳边 就不用咱们老师 为人耸听 他自己来试一下 所以后来 不管是去 像我公共同学 去那边做客嘛 去那边做新汉油 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就他就很注意 那些汉水 他就不吃 包括交给他的那些 那些什么土豆呀 红薯呀 山药呀 南瓜 就这些东西 尽量能不吃都不吃 嗯 但是他不可能 就借了那么钱 他就说 哎 这样他体重没降 怎么就没降 我又问他 我说你吃啥 他说 就是那个 那个 熬的那个菜里面 那个荤菜里面 有一点那个 勾芡 那个土豆 有时候你把土豆去掉 你下次加那个 竹笋 或者那个干笋 或者加那个罗贝 你就不要去那个土豆 反正就是 寸到一个 给他纠正一个 碰到一个 纠正一个 都是每次接那个之后 你干出了 他才是不会碰那个东西 哦 一看上来 哪里吃了那么多 那么多 是这个 不是那个 是 他这个教育 或者说 这些细节 真的是一次一次的 对 一次一次的学到 因为他一看下 掉体重嘛 他就很开心 到了后面就卡了 卡了后面 他说这掉七八 你怎么掉不下去 我说你卡了 你可能吃什么 都不对的东西 一问 我不请 不吃了 他到晚去买个菜 看见人家外面 做那个 我们那边叫核桃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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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的 酥醋 那个 他腿都是萝卜的 什么东西 干净走来 就是那种 萝卜 上面有核桃 做那种酱 抹上去 然后在那个 大海路 烤 下面的烤 那种 我们那边叫核桃膜 就那个 很好吃 对 我们就很好 很爱吃 然后 上次我们脑袋 那么特散 我爸就喊他 你别看了 赶紧走 别看了 现在又要 又要涨了 一个散 一个人就 干在旁边看 当时我爸说 你就在旁边 一会儿人家 人家吃 你就看就好了 后来 你吃 我看你吃 有的时候 也想得挺 挺有意思的 你说老年人 他都活了一辈子了 这玩意儿好吃 也就好吃 可是都已经 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 你说的 我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我这一辈子 才活了 问题是 你已经吃了 一辈子了 没有 我说 那你去吃 以后你现在还吃过 让你吃 你吃过 他知道 那个不能吃 所以 我说 你看 现在很多东西 你不用了 他自己都知道 这个真的是要厌一把 因为 有时候你 你让一个人 跟他讲道理 讲不清的 能让一个人 回心转意的 不是道理 那是难抢 重要是难抢 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 我说一下 我的一些感受 就是 看你妈妈 你调理你妈妈 首先 你没有给他 设置一个时间 一个限度 比如说 你必须得在三个月之内 把这个事做好 对 你就是给他 充分的试错的时间 这样他 至少不会很紧张 也不会觉得 你在逼他 在干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样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不错的 但是 其实 很多厉害关系 已经跟他聊过了 对 他还有关心病 对吧 他是 助助自己的健康 因为那本书里面 后面 他有三十几个病例 里面包括关于 搬块代谢这一块的 我看到有例子的 做了几个月 搬块代谢有多少 就是那个上位的学生 有的时候三个月 他可能输了 百分之三 四十 就是那么严格的生存 我就发给他看 我说你看人家这个 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样 不同的是这个人 睡况还比你高 你睡况虽然是上 但是你有百块 他也有 你看人家做 就有人家想 他一看 那个心里有点 对 然后他心里 他就有 有一种每一次希望 你知道吗 因为你正常 高大时 你去医院 医生给你 就会跟你说 你这个没办法的 这怎么能代谢掉 没扯 是这样的 对啊 我说你看这个 这个生活能帮你 把这个东西代谢 你做个 你任何能做个两个 把它的碳水 不要不妥识 你做个两个 基本上都能代谢了很多 你那个擦去那个药 可能都可以停掉的 我就是他打气 他心里面有底了 有底了 我们忽然又跟他聊了 那个叫什么 就可能是从 叔叔们那个叫 欺骗杂 我说 我说你跟那些 欺骗杂的那些人 都没啥区别 他说 这个搞好 给我一段时间 我明明就能戒掉 是的 我说了这个 他还特别 就是给自己安慰的 你说这个很符合我 我觉得我就 跟这个人一样就好了 他就是这个 对 找到一个模板了 我说一样也好 你反正你 反正你做了 这种一个 我看着就好了 就是 首先你没有 给你妈妈压力 再一个呢 让她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例子 从这个书里面的案例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是的 然后她对她自己的健康 也有追求 她也不想说过早的 比如说因为心脏病 怎么的去挂掉 不想这样子 大家都惜命 现在你知道吧 她有时候跟过来 她以前 因为跟我爸 有时候也会干架 架子间里面 就会有机会滚跳那种 她说 我这个病 我都没想 后路我的 我的想好了 咋的咋的咋的 那是她 大概好 两三年前说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症状很严重的时候 她那整个人都 上去不见下去了 那是想不及 我看见过那个样子 看着她难受 特难受 然后 你说现在过了好几个久 她说 现在我都不敢想想 单说 那个时候的样子 现在都不敢想 还能走到这样一步 健康又回来了 她觉得这个生活 又有潘口了 你看生命力 其实还是很蓝强的 有方法 只要有方法 你好好做 不要去扩车 咱们就按人家已经有了 现成的那个路程 最早就好了 不会有问题的 我就这样劝她 然后也就是说开了吗 反正现在心情也是好了不少 那如果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跟她灌输这个理念 到现在也有快半年的时间了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你都不说我灌到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每次跟她说 说是吃饭啊 你说她就说 你再跟我说 我要灌冷灌机了啊 我说好 我不跟你说了 你也感受到我做博主的这种 这种难受的地方了吧 有一点 真的是跟人打交了 真的是 心情比心是千差万别的 真是 你这还是对妈妈一个人 还是你的亲人 都这么反对你 那你别说我们在网上 面对这么多网友了 她都嫌我烦 她都觉得没事 你又来给我灌那个生铺 那个什么 一看生铺了 都生铺了 就跟我叫 我说 我那个什么 我说生铺 我妹那会儿跟我妈 我们国庆的时候 她们俩还进去笑我 我妈就给我打叉克打褲 马上生铺了 但现在她知道生铺了 是什么东西 她再也不那样 跟我叹叉笑了 那现在 你觉得她真正 完全步入正轨 是在二月份啊 三月份啊 什么时候 其实现在还不是 你知道不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啊 她因为过年回家 你知道招架不重要 代客 她有时候会买些水果 虽然不会 不会自己吃太多 招待别人 还是会吃一点点 她就辛苦 她就辛苦了一两半 然后我说明天你不要吃米饭 然后第三代我给你测一下 你那个血统 你测 0.5 我说你看吧 你偷吃你隔个一天 你才能恢复到0.5的同时 刚好你有一点点进入状态 你要是今天再吃点饭 你就从这马上没了 对啊 我看了都可惜了 我看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你不觉得可惜吗 好在那时候你在旁边 对 我爸那个时候已经是0.7 0.8了 我爸治的比较好 我爸还是跟我妈吃了的 但是你爸的控制力 还是比你妈妈好一点 我爸吃药吃的多呀 他那个痛苦呀 没尿蛋白 他那个比我妈那个老虎 他就是因为吃药吃多 肾炎了 怕走到那个叫尿罗症那一步 他是有好多年了吧 我记得你说的是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按理说 按理说就是说 有这个肾 肾尿蛋白的话 血糖是不是以前也不太好 血糖他还去 他因为有时候爱吃零食嘛 什么油炸糊豆 油炸的 油炸豌豆 还有那个什么花生 就是爱吃这个垃圾食品 就整天 有时候没事 就用超市买 我们楼下就超市 买一包上来啃 应该看电视频啃 就这样 一会儿一包就会啃完了 然后他去体检过 反正都高 但是就是在血糖 血糖就是在七二八点几那种 然后那个胆不成也是七二八点几 挺高的那种 肝文三次也老高 二点几的那种 就快三万多 那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七八年前 他那个有那个尿蛋白的时候 体检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糖前啊 二糖啊 这种 他那个时候好像还没 还没藏到血糖 那会儿我没清楚 没问他太多 只是查了一些 跟那个 呃 肾炎这方面 肾功能有关的一些 一些指标 嗯 嗯 虽然那个时候也重 那个时候也重 体检也重 嗯 嗯 他就是 我爸也 他爱吃零食吧 他一直是在有着习惯吧 我说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查那个血糖 那大概是两年前吧 嗯 然后两年前的时候血糖七点几八点几 比较高 啊 对 他可能吃零食就就高 后来人家就说 嗯 管中嘴麦开肥嘛 好多人都知道的 嗯 让他少吃一点 哎 少吃一点就下去了 他能真的下去一点点 嗯 他也就 也就也就 也就信 家伙们平时他们有运动 其实后来就没太管过 但是体重一直是个大技术下不来 嗯 他也他也 他也后来也吃酱压药嘛 你知道那个体重以上是那个 除了你的血糖 他血糖是有点偏高 但是他的血压是 真的是真的是很高的 高血压 嗯 真的高血压 140以上 然后也140 140几了 快150了的时候 啊 这个血液很高 对 他就那个胶压药就没断过嘛 没断过 嗯 然后十一那会儿 我回家的时候 他不在 他去去 去那个吉尔金斯坦那边去了 本来想去跟人家外面做生意的 等我回到无息这边 没错 他又回家了 然后 我说 你现在回家 你就跟我妈做那个地摊 你们俩就开始做 嗯 然后也是嘛 每次视频来说 你就要灌嘛 两个人一起在那边听 那边灌嘛 呵呵 他他 就就反正 不是不远 就就就就 他灌到不知道多少 反正一大堆了 嗯 他就开始 是那个什么 呃 真的是特的 我爸真的特别听话 说 我说你不要吃你 他说他说不吃又不吃了 就停掉了 嗯 吃了就出吧 说停就停 对 因为我觉得男同志在这方面 好像没有女同志 那么纠结 因为你让他吃肉 他反而开心 然后他就跟我说 晚上睡不着 我说正常 再熬个一个礼拜 睡不着 熬个礼拜就好了 嗯 然后然后过来几天 跟我说 哎呀 好像 睡好了 睡得比以前好 嗯 我说就好像不知道咋的 比以前睡得 好了好多 嗯 以前都有 有那种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啥情况啊 嗯 可能是因为肾炎 还有高碳水的时期 本身带来一些反应 嗯 还有他说 他的一个发现 就是那个尿蛋白 好像少了一大半 呃 用了多久 用了多久 就一个礼拜 几天的时间 就一个礼拜 尿蛋白就减少那么多了哈 好了 但是百分之后我不知道 他说他肉眼肯定的 少了好多好多 他说以前吃药的没有 更少 他是怎么 观察自己的尿液 还是说去医院去做复查的 尿液 尿液看得出来 对对 他估计他平时尿 他们那个那个泡泡 那个量 泡泡少了一点 是吧 嗯 有可能是 对对对 嗯 反正也没去医院去怎么查过 就就就平时生活 自己身体的感受变化来 自己来看嘛 那他后来又 去医院查了吗 没有 我本来就是想过年让他们查 但是过年那段时间 吃了又砸嘛 嗯 然后体重 如果怕长位 我说 我说你们这个系统 你做到多半年的时间 我们再去市场复查一次 对 或者下次我们再回老家 就一起 我们去医院 带你去复查一下 可以 然后就说 呃 刚才话说回来 说到那块做了大概有 一个礼拜的时候 他告诉我 说是体重减了 减了好几斤 减了五六斤 他说蛮快的 嗯 水分 对 我说这个是快啊 后面还会继续减啊 嗯 他说 他说他的目标体重要到140 嗯 但是 但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啊 就是没 过年没回压 他一直卡在150线 其实150线 他已经减到了一百 已经减到了十二三斤老多 那会儿 卡了 卡平台了的 嗯 我说 我说那你把吃的那个东西 再调整一下 嗯 反正每天就是 就是 呃 什么包包菜呀 还有那个 大白菜呀 都这些 嗯 萝卜 那段时间就是这三四种 他翻来覆去的吃 我说你不会换两样 他就会纠结 我有剩盐 我不能吃那个含甲多的 然后他就去小视频 你知道吧 看那些这个小视频 那个小视频的 哪些菜的那个甲还那么高 哪些菜的甲还那么高 你把那样 可以把那些提下来 我说你看我吃这个 就就就就 就甲就不高 吃那个甲就低 嗯 我说你纠结那么多 没有 你每天吃那么多 他其实你已经吃进去 好多甲了 他不管 反正吃这个甜 他就含甲量低了 对于量有多少 他其实已经吃到 你快两斤了 嗯 他不管了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你吃进去的话 那个量 他那个 他甲的还能 他就起来了 所以我说 你不纠结也好 这样也挺好的 我也 你也不用纠结了 就按这个好了 反正你吃不了 他就行了 然后说到吃盐也是 难得不得了 我剩盐 这可是医生给下了死命令 不能多吃 我以前都不超过五六块盐 这个你不要劝我 我是不会吃你的 我说好 你自己感受好就行 你自己看吧 嗯 如果感觉身体 就是腿上 有没有 有那种乏力的话 你可以试着加一点 我也是把 跟我妈说 那个低碳要做盐的 这个 首先是知识体系 书上买的那有一段 我翻出来给他看 你看这个说要加盐 然后你 还有你的视频里面 有说过吗 就是有的视频 有的网友 不是提到生命几期的 还有吃盐的量 你不是有那个视频 我之前看过 我都找到那个 那个是不是很细的 我都谈一下 人家生命几期的 不超过那个什么 三次次 你就不用考虑 那个什么 去把控制 那个盐的量 他心里面相当于 一个石头落地的 因为之前让我 一直帮他查 我也没查出来 就是你的视频 我看多了 我看到这一点了 我刚好那会儿在家 我就给他看了 他就觉得 没那么担心了 后来我走的时候 他那会儿 其实血压 就是过年 那会儿血压 就已经 他死了 就是已经基本上正常了 但是他降丫药 他不敢停降丫药 我就是一直要求他 我说你停吧 你先吃嘛 你停个两天 你看如果没反弹的时候 那咱们就不吃了 如果说你停了两天之后 你都觉得 哎 不吃这个药 又上去 那你再家回来 也没关系 对 慢慢的引导 我那个 我也没有说是 让你一下子 就把这个 就药全部停掉 对 因为你像 你像我们也不能 随便建议客户 去把这个药 就停掉 因为没这个权利 但是你们作为家人 自己决定停 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小步 慢小步去试一试 一般都是可以的 后来他就 因为我跟他们 买了一个雪下鸡 然后没太整天 早上周末晚上 不停地测 不停地测 那个东西会儿 用烂了 以前都是剩下药铺测的 然后他发现 就是早上晚上 这个数值 跟之前他 那个吃酵硬药的时候 相差不大 相反 我跟提他 有一天他早上 加一点点盐之后 他发现那个 那个高压变得 又低了 好些 哎 我说这个是不是 加了盐 就这个高压有点影响 你那个是不是什么 生体那个什么 那个电解质 什么平衡的 那个什么渗透压 这类的玩意儿 他是不是有自动调整 然后他 你这个雪下 他是不是就是 变得更好一点 数值更漂亮 我当时就那样想到 嗯 他也就能搬起卖 但是确实是数值 确实很好 两招的效果 确实非常非常好 嗯 早上量总是有点偏高 然后你到大概中午 11点12点 他就有点偏低了 因为雪下一天 早中晚 他是波动的嘛 有不一样的嘛 嗯 后来他 他自己发现 早上中午晚上波动 这个值越来越小的时候 他把那个酱氧药 就彻底停掉了 后来就是很放心 停掉 现在都没吃过 嗯 但是 所以 慢慢的给他 你是 他是慢慢的停 还是一次就停了 他因为他吃了几种酱氧药 我就 好像是一种吧 具体这种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 他吃的是我妈给他买了 这不是医生给你们开的 是你们自己买的吗 是 是医生开的 医生开他具体是哪种 我没问他 我没问他 他说停 我说 因为我之前已经 建议过他很多次了 我说你只要做低碳 你只要 血压你凉成 你正常了 你就可以停了 嗯 但是之前有一个月 他想停 他又不敢停 我是到回家过年的时候 嗯 看他停 我看着他 对 因为他 我让他试 因为你血压 如果本来就已经降的差不多了 你还继续吃酱 他可能 他会更低 他可能会更低 会有点危险 对 对 他从那停了之后 他后面就再也没吃过了 他自己觉得正常 不用吃而已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是玩事了 这个 对 然后那也吃了 那买了中药 全都没买了 好几个月没去市里面买到的 那不是省钱了吗 这个中药 省下了 就是呢 不少 中药一次多少钱 一个月 中药每次买了 花一两千块钱买 反正两三个月去市里面 去 去 都是那种特别贵的 那种什么鹿绒啊 这些那种 那种几百块钱 那种 那你吃了七八年 没解决问题啊 对啊 他可舍得了的 我妈说 家里面都跟那个药铺 开药铺的样子 跟那种药罐子 跟那本家买了 那那这个成本 省了多少钱 你想这七八年 花了很多钱 是啊 我说按这样吃下去 他又不做第三个 后面不知道 还花多少钱 是啊 然后人家就特别开心了 最近去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好的摩托车 买了个 花了两万块钱 我说你的心情 也是够不快 这样一个心情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爸是个挺多的人 以前你知道 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 他其实也特别希望 你家里面能是儿子 你知道吗 我说你像个人家 那有儿子 你看你我女儿 我就算是给不了你太多钱 这样把这个钱给你 我也能让你把身体讨好 这个应该算是 我送给你 最大的一个礼物了吧 对啊 你想这七八年 你想这一个月两千 这一年就得要多少 就得要两万吧 一年一两万是要花的 对啊 那七八年 这十几万都花出去了 那你没解决问题 咱们生存不花钱 两三个月解决问题 就是肉跟菜这么简单 然后你知道 过年回去 他们买了多少肉 买了120斤 我爸那个人 看到了肉 还有死命的买 尤其是感激的时候 碰见人家那种 蛋养的那种 就是农家地养那种 他就说 这个好 一次买个十几斤 这个好 这个好赶紧 买回去 就给我做成烟肉 后来我走的时候 又买个冰箱吧 就是太春了 然后那个温度高了 如果有太快 要找个冰箱放 又去买个冰箱 我说好 这些钱都该花 没花吧 就放冰柜里了 对 就全部放冷柜里面了 我觉得 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 然后你说 你说突然间 告诉你爸妈说 能放开吃肉了 哇 这不给开心死了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连猪油都不敢吃 包括两年前 我还跟他说 我这个时候 自己怎么想的 我说这猪油吧 开水油画 你看 你开水一烫 它就花开了 你要是到我们身体 这个环境的话 它是不是 它就会 它的温度低了 它是不是会 会凝固 会凝固 会独卸去管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那咱们人是恒温动物 对呀 我就觉得很全 那个时候做 怎么样想的 现在想起来 挺可笑的 对 而且现在好了 家里面 牛油 上次走的时候 人家有个卖牛肉的 给了十几斤 免费送给他的 因为我买了好多牛肉 我送了十几斤油 我爸有一天 就专门在家里面练油 练了两朋友 我走的时候 带了大概十斤左右 那可以 就带到这边的 然后他自己 家里面 他们用猪油 所以也是练了牛油 还有羊油 不缺的 很便宜的 那挺好的 那你老家那边是怎么 是产牛和羊的吗 老家那边 他们有那个 回族人 他们自己养的 那个羊和牛 他们近期把这奖 拿到集市场卖 就是这样的 那贵吗 现在价格如何 因为我在广东 在深圳这边 我们这边牛肉 都最便宜得要四五十呢 不便宜的 老家羊肉都是三十几 牛肉也是三四十一斤 都是这个价 那没便宜到哪去 没有 没便宜的 我感觉都是全国捐价吧 你算上路费 差不多就一样了 没区别 是的 他们在老家吃的那种牛肉 跟我在无稀这边买的还不一样 我这边买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 我土闪上买 京东上买那种牛腩 牛腩它可能是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进口那边 过来的 一次性就买个四公斤 盆在边上里面 然后一次做个牛腩 炖了 不要坏 把它弄个 两公斤 都要把它炖掉 他们在老家 就是现买新鲜 然后回来 把它就把它做成那种 设置你知道吧 就是每次弄一点出来 一盘全部做的 然后炒菜的时候 每次就是 挖一块出来 挖一坡出来 然后跟那个菜一起炒掉 把那个油 让那个素菜 加上那个油 然后把肉也吃 一起吃掉 是那样的 他们是把它搅碎了吗 不是搅碎了 它是 它相当于把 切成那个肉丝 然后一次性把它 做成那种 我们老家那边 叫哨子 就是 就把它炒熟了 它已经炒熟了 对 它是卤过的 卤过的 它那是卤过的 反正炒熟了 每次把它弄一点出来 跟那个素菜一起 一炒 连着油一起把它吃掉 就这样的 方便 这是方便 方便 对 它是 吃然后一次性 买个次斤 吃个 吃个两三天 就这样 也行 我说这样也行 可以 可以 到时候让你爸妈 再多吃点 什么腥啊 肝啊 这些东西 都吃的 东西也吃的 现在他们都吃的 以前我爸吃鸡蛋 还扔大黄 现在也吃的多 就是我很开心的 就是好在 真的是你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指导他们 然后看到一些 微小的改变 让他们从害怕 变得不害怕 对 这个这个 真的是要有人领着才行 你像 我很费苦 知道的 我一开始 我又做好那种 打持久战的 准备了 我说这个不是一天 一天两天 你得慢慢 好在是你在 你作为女儿 在指导他们 你有时候 你换成我们 你换成我这种 博主 他们不一定信我的 但是换你就可以 你亲了吗 不管怎么 不会有害你的心 对 所以我就说 大家真的是 除了说自己减肥 你说真想帮助父母的话 那自己还是真的得 像你这样 多用点心 对 你就是 对着父母 你要 你要 昨天这种 你像你说那种切记 你要得了解 你自己 他心里面怎么想的 对 这个对你后面的成功率 他是有很大的预判的 他到底是想治病 是想活得久一样 像那种病入高分的人 你有这种概念 灌输给他们 他就特别认真 特别愿意 特别愿意去 像是那种 他没啥对的 他就 他不爱你 对 对 那没啥关系 对 就这种 对 要知道他想 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 有啥问题 是的 是的 可以吗 我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还需要看人的 你别说就 就这些方法 你要是在广东 广州这边 你要是找普通的医院 你要说公立医院就算了 你要是找民意医院 这一套下来 十万块钱 那不知道 这个钱 就是你要专门的营养师 医生团队 就像 对 就像你这样指导 贴身指导 给你监控 是吧 然后你不懂了 给你解释 然后怎么样 看你的血糖 看你的血童 然后日常执行的好与不好 然后适时的 及时的给你一些 纠正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一套下来 十万 其实你说 即便是有这样的吧 看他能配合 他能做起来也好 他也值 但是大部分人配合度 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 对 配合度很成问题 可能他首先 他不理解 他首先不理解 他也不同意你这个理念 你怎么去跟他说 对 不见兔子不才 你不看他说过 他怎么会听你的 不可能 他有的时候 就是你看 你作为子女 你跟他们说 把书给他们看 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些进步 他很信你 有时候他 这些客户 你比如说交个十万块钱 给这些私营医院 他有时候 他交的心不甘 情不愿的 我交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坑我 像这个确认 我一开始 我又这样想 我说我空口白 你未必会信我 我就把这个书摆出来 我多次你摆出来 我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了 我把这些书里面东西 我先吃错 然后我跟你讲 这里面的 共同点是哪里 然后有多少例子 你看看人家这个 包括那本书里面 人家做三十个病例 你看看人家 我真是有意味 我临床那些书就给你摆在这 你看看 你信不信他摆在这了 我就是这种架势 我再让他们做了 你要是不把那书出来 他不会信你 打死都不会信你 我信你挂了 信你个鬼 医生在那边门开了 我去医院 我还信你干嘛 那要医生干嘛 他会这样说 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 如果你准备去 劝你身边的人做 你就不要去打那种 无准备的 你让他有十分的 把握去信你 才可以的 那还好 我觉得还好是 很多人是愿意 就是 好在就是你父母 愿意听你的 因为你像这本书 给你父母看 你父母就信了 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 因为有很多老年人 他会说 哎呀这个书上是这么说 但是我认识的一些医生 不这么说呀 然后就给你唱反调 是的 这也很麻烦 我就记得去年吧 我之前 你可能看我的节目 我提到过 我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广州的一位 认识的一个男生 他就心梗了 他还是当时 对吧 那个我知道的 当时他还做着生童呢 但是只不过 指导他的人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不觉得 他是特别的优秀 然后 这位男生的妈妈 他实际上怎么说呢 他是在广州 是有认识很多医生的 当地的医生的 但是可惜这些医生 都是传统的医生 所以当他的儿子 心梗了之后 他去寻求 一些帮助 一些信息来源的 咨询的时候 都是遇到的 都是传统的 内分泌科医生 传统的 心外科医生 所以给他们 一系列的理由 或者说建议 全部都是 控制 胆固醇 不要做生童 用过去的 他那个 一套方法 对 但是这个 传统的影响太大了 对 所以到最后 我基本上就失去 跟他们的联系了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 进展的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 就是过去的那一套方法 对这个心梗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没什么效果 对 没什么特别好的改善了 而且他们吃的很多药啊 就是不管是什么 阿斯匹林 还有很多降血 降那个胆固醇的药 那都是好东西啊 你长期而言的话 对一个人的健康 是影响非常大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心外科医生 和内分泌医科 医生他们都会认为 咱们都是这么操作的 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只会给你强调好处 说这样胆固醇 有多么多么多好 但是你万一将来 有一些副作用出来了 他不会给你强调营养的 不会给你强调 你要这么吃 那么吃 他会给你开更多的药 他就是再给你 再给你开药 再吃 再吃呗 对啊 就是自上加自呗 都只能这样 那身体会越调越坏的吗 因为你始终吃 都去掉了 他已经有两个支架了呀 再往后只能越 我就说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就是确实 人他就是容易聪明反背 聪明悟 我觉得就是像您父母这样 他反而就说 我不去想那么多 我女儿肯定不会为我坏 对吧 我女儿身体好了 然后这个吧 起码咱们有一本 低碳饮食 这个工作手册 有这本书 对吧 然后能够 你只要认为这个书 不是骗你的 那就还行 因为当时也是这本书 他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后盾 做生风博物推荐 这本书 我就买了 我们就这个书的后盾 它是蛮强大的 再往后面了解到你这边 我发现瓦尼里面的东西更多 那太湿了 我听都听不过来 我发现这东西 比如书里面的东西要做很多 对 所以我说这两个两个两个 应该是解上标花了吧 那可以的 我当时 我当时在2021年 去咱们医院上班的时候 我就 他们把这本书刚好写完了 然后来一个病人就送一本 来一个病人就送一本 然后合一张影 就这样子 然后我也看完了那本书 但我当时我的那个喜马 都已经把节目都已经做了很多了 我一看这个书 我说 这里面内容 我也基本上都了解 但是 我的音频里面可能 有更多的例子 然后讲了更多的一些 是的 底层的一些 一些逻辑 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 为什么他这本书会这么写 对吧 你可以知道 你的音频里面 那个很细的东西 特别特别多 就是你 比如说有件音频 你一个小时 你把它听完 你再听一遍 你发生又有新的发现 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越来越多 发现还真是蛮管用的 是 我就有时候听我跟我爸妈说 没事你们就把这个 当那个就是耳边音吧 或者你想睡觉的时候 你拿出来听听 关耳音也可以 睡着也行 你就听拜托 这两天我都发现 就昨天还是前天 我发现我的那个专辑 被喜马 把他 他给我标了一个叫做 波克精选 那就是 别晃了 对啊 这个很难得的 整个生童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圈子里面 我就我这个波克 是属于叫精选的 你这条路还跟 别的波克还不太一样 你走的时候 自己磕色的东西 是 我当时在早在 2018年的时候 我自己开始 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就可能一开始 没想到要做视频 因为我不会做视频 那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音频 然后这个音频 我也想过 我到底该怎么做内容 要是搬运人家 海外博主的东西 还是真的是 自己了解了之后 然后做出自己特色 相当于是理论加实际 就是有真人来 来那个什么 就是反馈自己的 那个情况 然后又有那个 理论加知识 所以这就是蛮好的 你可能像你说 波克他做的 他可能他在 各方面的那个 加工各方面 他可能会比你 但是他在那个方面 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面 他就欠很多 每个人特色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我实际上是 更加务实一点 因为我也想 像你这样子 我能够手把手的 把一个人的健康 给调理好 我不光是在嘴巴 上面嘚啵啵 或者说在网上嘚啵啵 你要是线下见到我了 我线下也可以 解决你的问题 我自己还专门去 考了一个健康管理师 这玩意儿虽然说 咱们不是医生吧 但是你要说 我开个养生馆 是绰绰有余的 养生馆 大家去不去啊 那么多人去养生馆呢 对吧 我虽然没标榜自己是医生 养生馆 我也能给你解决 很多问题好不好 你说养生馆 我想起来一个事儿 我妈有一个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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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用爸妈 两个熟人 一个女的 他14050斤 他自己开养生馆 包人家减肥 然后他自己还减肥 但是那个人 就是我前面说的 他经常包里面 摘个糖 但是我觉得 那个血糖低 后来说是 还有什么 还有有时候 身上有个伤口 老鼠不愈合 我妈跟我说 那不行 那人肯定差不多 有糖胎病了 二糖 我妈说 二糖 她都没去检查的 我说 你不要去跟她戳破 那就是二糖 你说过 人家还不可以开心的 对 减肥管的 我都黑了 这个行业太乱 这个行业是比较乱 所以我将来 也不能直接开个馆 叫养生馆了 我得想一个新颖点 跟人家不太一样了 其实可以的 就是你自己在 在筹划这方面 估计可能得在 多筹划细一点 有的他可以做得很好的 其实 其实我不想做得太严肃 因为跟医学太差别的话 容易 不管是被监管 被举报 或者是什么 各种很多 其实 比如说是跟人打交道 还是一面艺术 打交道是艺术 对 也比较考验人的一个耐心 但是我呢 就是一个确实想做一些实事 再一个 我也想把咱们吃的 我觉得咱们这不是一个吃的艺术吗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选择 咱们如何把一些好的食材 放到大家面前 然后我教会大家如何去选 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了 对吧 是的 但是就是要需要像你这样 更多的朋友 不要给大家添油 加醋 打气 是吧 不要喂手喂脚 对 其实我说到我 我让父母做生童 我爸他情况还算是比我妈好的 我爸记了你 就算没头吃过 他都没抱过我 我说我相信你 我不怀你 我算是怀你的了 然后两人去超市没逛 妈呀 这90%的东西都不能吃 这个有糖 那个有糖 他那个也不能买 那个也不能买 对啊 现在就会 我说省钱了吧 他省钱 确实省钱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90%的东西都不适合咱们吃 那你好好想一想 那90%人是不是都 这个健康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这些在买这些垃圾之前 他们以后都是医院的火辈大军 对 还有包括我们那些 那边河地上那天晚上 深夜在那吃烧粉 我说这些都是去医院的 后备单 医院的 医院以后那个 那个生意还好得不得了的 对对对 现在现在给他们这么说就好了 我平常 我一定还蛮 还是蛮蛮放心的 即便是我不在老家 我也很放心 他们现在 我父母吧 以前2018年的时候 我我本来是跳槽 要去另外一家公司上班的 后来那个公司说 哎呀 你的这个白细胞有点偏低 然后把我刷走了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来气 我知道 那段我就特别来气 然后后来 其实我父母也 那个时候也不太支持我 就是做喜马呀 做什么的 不不不支持我做生通饮食 也不支持我做自媒体 但是他们到后来知道我在做了之后呢 他们就悄咪咪的听我的节目 听我的节目 他们都会看过 然后他们自己 就也在瞧咪咪的在做低碳饮食 生不生同 我发现可能还没有 特别是我爸的管不住嘴 我妈可能还比较懂一点 能做低碳饮很不错的老人 一开始我还专门 就是因为我回去的次数也不多吧 但是每次回去 我都会帮他们看他们体检报告 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 但是我就做不到像你这样 就是经常给他们做视频啊 给他们灌输啊 我做不到 可能人家说当女儿都是父母的少年 对我觉得真的是 男孩跟女孩还是有差点的 是的 像我们做男孩子 我都觉得我这个面子我撕不下来 我不可能天天求你啊 你就听我的吧 或者说你不这么做 怎么怎么的 我多么呢 多么不开心 或者是不舒服啊 或者说怎么的 我说不出来漂亮话 就这样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不过能做低碳 我也觉得已经很好了 像我妈她的妈 每个面见到我都已经 下天下地了 就真的到时候去 整个支架 像他们楼下面 有好几个老人 天天主人拐在院子里面练习走路 哎我说你别走 那是偏瘫了 那个是 对 他种风了 好多小 好多那个楼下 有好几户 那个认识树 能种风了 有一个人去年 还跟我爸在那边 蒸了一坨地 小区里面 他说他要做那个 我爸说他想做那个 说你不知道 结果那种人 今天都没了 也是 完全没走了 没了一点 我说你整个傻气 人真寒气 现在没得这么好 是啊 你像我 我印象中 我15年16年 那个时候 我在东莞 还有一个群戚 东北的一个 亲戚 大姨 大舅 两个 完了之后 好像等我到18年 19年的时候 我就听说他们俩 都有中风 先是我大舅中风 后来我 那个大姨也中风 就周围人 中风的人挺多的 特别是这种 60来岁的人 很容易 这个如果是两个人同时的话 说明两个人在 如果过来 吃饭的习惯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 跟那个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医院说 什么什么高血的 什么遗传 什么 我说那什么遗传 其实这遗传都是生活习惯 对 生活习惯 没错 要不是这个东西 哪会有那么多 那个 有的人还是查 那个什么基因 这个东西 不要怪基因 对 不要怪的基因 就是基因 表达方式 也是可以被你改写的 通常你的隐私 也是可以被你改写的 没错 有的基因 沉睡的 有的基因 你可以把它唤醒 你看过很多东西之后 你知道 它这个可以会被通过 也是被改写的 你不要去直约去 迷信那个东西 好不好 有时候我在想 没意思 我觉得你听写节目 听得很仔细的 都听进去了 因为 因为像你上次说 那个叫深度营养 我昨天晚上喵了 大概有三四十一 我一边按照 一边那个喵了 喵了三十四 我发现 它有点多 深度营养 它说的意思就是 它基因表达 是可以被环境 所塑造的 可以改造的 不是说你得了什么 但除了 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 你的某些基因 有缺陷 那是没办法 那你可能早早就夭折了 你都不至于活到成年 但是你如果健身康康的 活到成年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 说什么 我的基因不好 我就会怎么样 怎么样 是的 大部分人 还是通过乖乖通过云 是来 来那个什么一点 对 那个 那个控制点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环境中 影响对我们最大的 就是吃到嘴里的东西 喝到嘴里的东西 这是最大的 其次可能再是什么 阳光空气水啊 对对对 一些环境毒素啊 工厂啊 这种污染啊 那是其次 最大的就是食物了 先把食物做好 现在 所以现在你说 现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变啊 这个基因变 那个基因变啊 都跟进嘴的东西 有很大关系啊 现在这个食品 慢慢这么发达 我们好多大部分人 那时候都乱吃 乱吃八吃的 把那个基因 它自己都改掉 它都不知道 甚至影响了它的后代 然后再慢慢的 传染期待 我以为就真的是 我感觉 现在很多 很多病都这么出来了 都 调皮了 我们所谓的信息差 信息差 难道大家没有想过 这个信息差 也存在于营养 存在于饮食嘛 对啊 对吧 是的呀 以前咱们可能 都是跟爷爷奶奶学 但是现在可能最近 40年50年 这个工业革命 或者说 咱们这个饮食结构变化太大了 然后加工类的食品太多了 你根本知识 跟不上人家工厂里 食品的研发 对啊 是的 你不可能说 我记得好像像日本 韩国那边很流行 吃方便面吧 对吧 然后你总不能说 方便面每出来一个新款 都要去尝一尝 去吃一吃 我这吃一辈子都吃不完 是的 那完了之后 身体健康能好吗 吃方便面 不可能 其实现在 现在花生 我这种年轻人 他们的环境 真的是 比我们那个时候 糟糕好多的多 对 他们生下来 他们就面临各种各样的 饮食的诱惑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上瘾的东西 对 我比较庆幸的 就是咱们小时候 你还知道 比较原始的饮食 是什么样子 小时候没有那么多 那个时候 只能吃个糖 高兴得不得了的 对 你知道 就是我们中国饮食 或者说 社会财富 发展之前 大家平常 最原始的饮食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还知道 反不归真 对啊 那个时候 糖尿病 都说是富贵病 现在有谁说 那个是富贵病 对啊 就说是有病 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 我现在闻到 中年人的身上 都有一股 奇怪的味道 哦 觉得不好闻 这他妈不就是 糖尿病的那种 酮体的味道吗 是吧 就是酮症 酸中毒的时候 它的饼酮 从口腔里面 呼出来了 那就是一种 烂苹果的味道吗 很多人说 我们生酮的时候 也会有那种味道 但是那是很少数的 但是酮症 酸中毒的这些 糖尿病人 他这个味道 是最重的 有可能的 是的 站在电梯里面 你都会闻到 他身上散发出来 一股这个味道 有个感觉就是 真的是那种老人味 对 但是年轻人 他觉得 哎呀 这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 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细细差 就是你应该学习 话说回来 我在我父母他们 做生股之后 我身边不是 我公共他没有朋友 就是有一个 有个手手特别爱喝酒 年龄都六十几岁多 他前段时间 年前去医院查出来 也是说 身上十几十几 十七八点 然后他跟我公共聊 他说没有说 他是 没有特别影响说 是糖尿病 后来我从公共 后来的了解到 我说 那个就是糖尿病 就是二次糖尿病 然后我那个叔叔 他他他他老婆嘛 糖尿病用十几年了 然后他现在自己 也什么 因为单位的领导嘛 喝酒 就喝了十几二十几年了 现在自己 现在有成 成了那个 所以我又 但是我又 我就推荐他做那个 什么 我甚至把那个书 拍个照片发给他 但是下午 人家家里面有 做那个 有人是医生 你知道不 哎 你看你又说到 我刚才举的那例子了吧 我这个就 就不了了之了 我说好 旧化这种例子 我推荐了之 这种例子就是 就是 就是 爱事儿的 对 他不相信 对啊 还有一个 过年的时候 我小舅 小舅 和我那个舅母 去我家 那边去做客嘛 一个人 我刚好给我妈买 不是一个血压系吗 因为我就是高血压 一百五一百六 我那个舅母 你看 我那个时候 我听我那个舅母说 他们家里面 父母啊 都是 二十几年糖尿病 两个老两个都是糖尿病 年龄大了 然后我说 那我给你两个测个血糖吧 我当时带着那个微测 那个血糖椅 也可以测血糖的 试试也有 随机测一下 我就有虽然是高血压 但是他血糖 他就五点九 五点四 我那个就没测 七点零 我就当时黑 我说你 你怎么这么高啊 七点零 你测的是空腹的吗 还是餐一餐二 就是 他是随机的 那个时候还没 估计他们早饭吃了 过去的 我们大概有两个小时了 三个小时了 就起了几点 是餐一餐 到底餐一餐 我也不知道 反正早饭吃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就是随机吧 他那个真的也好高的 他说平时 他吃些什么甜的 水果干成了 没断过 有多甜 就越甜了 就是那种 他每年有单位的体检吗 没有 他私下 他那个 好像两人没 没怎么去体检过的 让他们做一个系统 去查医生的毛病 哪还是要查的 不能汇集记忆 那一出来就是个大毛病 对啊 我说你这个社长太高了 我救人社长 我不知道你这七点 赶紧赶紧控制 刚好我那个时候回家 我家里面 我妈 我跟她买的那本 那本粗 第三水化和我工作所说 他是不是把那本书送给我救了 我说好 送那也好 我那个救 他那本书 简直跟救命稻草一样 他后来怎样 估计 估计想到后面去 后面我就没追踪了 后面我就没追踪了 因为我妈知道 我跟他们说是苦口婆心的 我妈说 输给他 你就别管他 因为不可能对别人 像你给我们这么说 太累了 对 除非他给你钱了 要不然你多花一份精力 我说 我说这个真的是要 如果真的是要给我 那我是要收钱的 我当时我妈干了一下 我说我妈说 这钱你也别收 累死了 那也是 除非收很多钱 但是说实在的 他那天能有机会 拿到那本书 远远大于他 给我孩子塞的红包 那个价值 他找到有一个欠击了 对吧 好多人根本接受不到 对啊 这就是信息差 你给他搭了一个桥梁 这个都是很内海的 对啊 我搭这个桥给你 你都已经很幸运了 我在想 有多少人 有的人愿意搭桥 他也不愿意 有的人根本就没这个桥的 你不知道 对啊 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或者说知道了 对对对 知道了又被周围的亲戚 给说回来了 是的 然后我公共还有个朋友 说是过年准备要给那个 他那个病重的那个老婆 要去找一块 粉底吧 也是汤尿兵 或晚上 是你们肾 肾衰竭了已经 人不强了 胖子 所说的身边的例子太多了 哎 其实可以帮助很多人的 但是 对对对 是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 导致可能大家没办法做 或者说没办法接触到 或者说就算是接触到了 也不能 不能真正的 接受和执行 就总之 也就是眼睛的看着他们 对 那个什么得病 眼睛的看着他们 一步一步走向 那个最后的 中间 很可惜 很可惜 你看 是的 我之前聊过我自己的一个契机 我的契机就是 我做这个事情 我做这个科普 是为了弥补当年 我的姥姥 就是我的外婆 她 她 糖尿病 她糖尿病晚期 病发症 她经受了这些痛苦 我们现在看是都可以挽回的 只不过那时候 所有的医生 我们当时去的是协和医院的 协和医院的医生 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做低碳生动医师了 有少用 医生不会给你推荐的 不会给你推荐 对啊 很痛苦的 就是伤口没办法愈合啊 骨质疏松啊 摔一脚 腿断了 盆骨断了 然后 二次海沫啊 最后孩子都不认识了 就很惨啊 然后 你说 她去世的时候是2019年 那个时候 我刚好 自己通过了低碳生动 就是 我自己身体很好了 然后我说 这个遗憾太大了 我整整错过了10年 对吧 那我们通过科普 让更多人知道 那反正 至于能帮助多少人 我也管不了了 但是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信息起码要散发出去了 对 是这样的 嗯 然后 还是说回来 就是你的例子 你看到周围人这么多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的朋友 你想帮助 但是你真正能帮助的 可能只有自己的父母 然后 我们收听的这些 就算是我们现在的粉丝 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 我觉得他们也不要太乐观的把希望都寄托于外面的医院 是吧 护士 第三方 真正的父母愿意听的还是自己的子女的话 所以 这句话 说回来 真的是要 要 能救的 也就是 自救 对 因为 就算是这个医生名头很大 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是给他很多钱吗 还是说你 你的 你们是一家的人呢 还是说你是他的领导啊 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路人 跑过去求这个医生 他不一定真的会 打心底帮助你 把这些低碳生酮的一些东西告诉你了 最后 最后还是做手术吃药了 因为这个是可以给医院带来收益的呀 是吧 现在医院他卖的那些药 还有那些器械 他背后的那些厂商 不要给他们回货 他不要那个多捞一点 肯定有的 我们不知道而已 按键操作肯定多的 对啊 但是 这几年国家那个什么叫 不是有医疗系统反腐败 不是 你都看得出来吗 都 摆着乐多 那那那那医药背后有多大的伤机啊 对啊 就是 那比如说什么指甲 什么踏天 多了确了都 还有什么 那个颐老素 都是 反正说说回来 我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少的钱 把自己的健康 慢性病 能够通过简单的饮食 对 就可以调理好 无非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是吧 这个观念的改变是我们作为学习的一个过程是可以逐渐改变的 有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这种什么古物啊什么 就是不能改 嗯 那就可笑了 那如果说让你移民到国外去你改不改 对吧 就是有很多理由是不成立的 但是如果就像你说你有一个好的契机 有一个好的接受能力 有很多事情很简单啊 是不是 对 现在我能看得出来我父母现在做 因为我爸的话 嗯 刚才说的我爸他是二月底吧回去了有平台期嘛 现在已经已经开始破了 跌到跌货150了 啊 而且了蛮大本顺 接了已经减了26斤了好像26还27斤了 多少了都 从去年10月份吗 从他是去年这儿把你做开始从12月开始做的 12月份啊 可以了 现在到快四个月了27斤 你剪到27斤了 可以的很标准啊 很标准很标准 嗯 蛮厉害的 有的人他说哎 一个月都怎么才一两斤 我说正常太多 你一开始剪多你后面就很慢 你现在四个月20多斤 这一个月得六七斤了 他开始是大级数码 应该是掉了多 应该掉了十来 这平均下来一个月六七斤很漂亮 可以了 嗯 后面一个月就大概是一两公斤的样子 我说你别急 人家减费有的人是一年两年减的 你这个速度慢一点没关系 嗯 我就这样一直让人说 一直搞给他们惯 可以可以 我妈也是很惯的 你别急啊 你们俩都别急 可以 嗯 后来 嗯 其实心理建设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啊 嗯 嗯 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说你做这个东西的话 就相当于汽车 你从燃油汽车换到那个叫新能源 嗯 从烧油的到变成用电的 嗯 你这个系统 发生了那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翻天乎力的改变 嗯 你不能拿过去的很多 就是医院的指导的 可能现在 包括你们现在如果去医院去体检 我说的最想说的就是胆固醇这个 对 我说你去医院体诊 你只要吃这些动物油 你的胆固醇一定是高的 医生他肯定会让你开厂厅 嗯 不要去吃 嗯 最放心的 最那个什么保险 就是不要去医院去检 检胆固醇这件事 至少那半年你不要去检 嗯 还有尿酸 我都给他叮嘱过了 对 我就说你这个学习很到位 都给你学的很到位 啊 必须给他 给他把这条东西给他说透 免得到时候又跑医院去说 医生这个说这个东西 要不能是那个时候 你给你跟我说要吃 要吃 你们俩到底那个什么 搞到乱七八糟了 他倒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一次性把给他 给他把路给他堵死吧 所有东西厉害 给他说得很清楚 可以可以可以 嗯 这样的话就后面没有反驳了 你这是优秀学的 拒绝反驳 想想现在做到这些 应该都差不多了吧 然后你说关于补剂这块啊 我妈就给我喊 我这一把阿斯匹林 又是又是腐霉Q10 就是这个什么玩意儿 单身地板 都是冠性命的药 一天要吃一把 就剩药罐子的 你又给我塞这么多 这不是都是药吗 看着不是都是药吗 我说我说这是药 我说你说这是药 反正长得像药 但是它就是个 算是补充剂 嗯 你说它 它也 其实它长得药样子 但是它又不是药 嗯 我说有个东西你该补 嗯 你听我了没错 至少你有 没问题吧 对不对 给你买的那个欧米加三的那个 DHA和EPA的两个 你们就吃好了 放心了吃 他吃了半年 自己不是把甘药杉自从1.1 降到那个0.9了吗 看出来效果 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呀 嗯 然后我说你现在就是 没什么必要补吧 因为我自己知道 这个东西 99%的人都是吃的 说白了 对 补 你自己有惯性 没有板块 你再把那个 K给我不上 然后另外又敢买了K 他不喜欢吃那个辣豆 那麻烦 味道也没 嗯 然后就敢买了 大概就敢买了这几样 可以 三样 我说几个吃 就够了 剩下你们平时菜 你们一天能吃够 一个人能吃到1.5到2斤 那可以 其他的如果吃够 这个就不用多想了 都这么简单 我要说了 然后 和人 人家有时候 他的 我妈那些 那些 那些跳舞的姐妹 就问他 你们吃啥呀 都瘦了 我说你就告诉他们就好了 一天就是二两油 半斤肉 二斤菜 没了 简单吧 挺简单的 就是肉跟菜 是吧 不过的话 再吃点油 就在其中卡的话 你油再减一点 不就完了 嗯 对 告诉他们这个东西 无非就是个接受的过程 然后 断碳的这个过程呢 可能要来来回回 牵扯一下 但其实稳定了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是的 那是蛮简单的 主要是他们自己 看到的好处 然后呢 没有太多的这种 呃 瞻前顾后的想法 坚持下去 那往后面就是 没有什么坏处 嗯 一缕平穿 然后呢 然后我爸 在前头说 哎呀 这个衣服我穿得大了 那天找了一个27 那个腰围 27的裤子 那么小裤子 居然能穿上了 然后又跟我说 那皮带都不够扣了 又得往里面 再去订两个羊 我说你就订 其实老年人也是想 自己身材好一点的 不是谁都想胖堆堆的 哦 那个脸型变化 不知道太大 我感觉每 隔一段时间 隔十来天 半个月工作 把视频听的脸都变了 嗯 但你感觉 他总是在变小 脸 他吃摊血的时候 那个脸是肿的 整个人感觉肿泡泡的 然后 看着看得出 那个人都瘦了 紧紧紧紧的那种感觉 哎呀 我在想了 我要真要开一个养生馆 我得 这个 收多少钱一个人 一个人比较好啊 这是 一定呗 只要能把 有人愿意出钱 一定的价格 反正有人愿意出 有人 你能帮他把他搞定 那这个钱 他就没白花的 也赚的也理所当然 肯定的 是啊 因为这个你看 我觉得你看到 老年人的这些需求 其实很大 然后跟我妈聊一下 我说 我说你们俩先做 人家看你瘦了 当时肯定好多个人 过来问 他们要真的有兴趣的话 他到时候 他要愿意的话 那要跟我问话 那我来说钱 其实 其实对啊 我觉得你啊 你将来 说不定都可以 在你的小区门口 来个养生馆 是吧 也用这个方式来 但是我也害怕 破到那种 那种那个什么 尤其是说实在的 就是自己知道 一些 就是没有什么 太多疾病的那种人 不到那种很严重的 什么病发症的那种 那种不敢去弄 一般这些 有个把的那种 还可以知道 知道得多 我个人是这样 但是咱们毕竟不是医生 也有一点单纯性 有点歹性的那种 不过你将来 可以像我这样考个真儿 然后再来 这个比较 这样会比较正规一点 显得比较正规一点 对 因为你毕竟现在 很多知识 它是 你是比较零散的学习的 你要将来系统的学习一下 你可能就是说 对一些现象 你可能会 判断的会更加准确一些 现在都是经验 对 因为自身经历还是有限的 要限不到你那步 那那个 非那种 花大把时间 不去学习完 那做不到的都 那好多人指标 你看医院 你看你不知道是怎么办 像我婆婆强了 那个红龙痛 她跑来圆区 医生让她验个小学 就扎手指的 验白细胞的 那白细胞正常范围里 我说你这个没问题了 大概看一下 白细胞就是 炎基人细胞一个指数 身高的话代表 可能有问题 我说你这个没什么 估计又上火了 果不起来 下去医生 你开药的时候 就是说上火了 开了个双黄连口鼻 就完了回家了 有个东西慢慢 有个指标 自己慢慢的 就是会摸索的 去那个 就像我去了解 打工手 那个高密度低密 自己去慢慢 会摸索一些东西 就知道这个 是到底咋回事了 但是我了解的 毕竟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 除了自己体检报道 自己慢慢能研究 就能看得懂 对吧 其他人的 还有人家 其他的一些变化 那咱们肯定 还是个外行 对 就是说 还是可以 看你将来的 这个目标了 因为毕竟你现在 身上有好几个重担 不管是家庭的 还是父母的 还是自己孩子的 包括你自己的 将来有没有这个 心力去 重拾这种 不管是养生 或者是指导别人 做健康管理 体重管理的这种 方向 那是看你自己的 但至少 我只是说 我有这个想法 我可能一直都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挺好的 人 那不也是 其实也是人生的 一个职业目标 你找的目标 也是人生职业 对 也是开心的 感觉就是这样 现在我感觉 最近的像这个春季 好像特别容易上 我干活好棒 我发现我做生疼的时候 比去年 就同样的时间量 当然我每年春季 我都会失眠 因为跟那个 生发的季节有关系 但是感觉火气 比去年忘好多好多 大概是因为 经常吃肉的原因 你是觉得 什么叫火气 就是 整个人精力无限 一天睡他 三四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感觉白天都 感觉不到一点困到那种 还有人家 人家催点风都会感冒 都会流鼻涕 我都不会 我没感觉 就不会有什么事 在我身上发生 但是 但是我老公 还有我公伙 他们睡买东好 就我不行 我睡到后半夜 两三点 那一声汗都来起 半夜空调 打的是23度 你最近 有没有做过系统的体检 最近没有 体检都是在 年下期七月份的时候 做过 反正有机会 你可以去做一下 跟假装线 有关系的一些检查 把假工八项测一下 看一看 假装线发生 对 就只能让人脑子好亢奋的那种 对 就是怕你太亢奋了 因为假装线激素 如果你查出来 特别是假装线激素太高的话 就会出现假亢 你知道吧 假亢就是 你会发现 这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的 你根本停不下来 然后身体 就有点 对 一个是像你说的 发热 在一个精力过于旺盛 对吧 然后消耗也很大 然后你吃的可能也很多 但是又不长胖 就只有很多的这种现象 但是你看看激素就行了 把假装八项查完就知道了 然后你不该只睡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一个人正常成年人 应该睡七个小时左右 一天 最少不会少于六个半小时 太少了 你肯定会精神不好 你说如果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精神就特别好 你要么就嗑药了 要么就是身体 你的激素哪里出问题了 每年就除了春季 其他季节还好 但是睡眠也不是特别好 生疼之后就是睡眠 整体它是缩短 缩短的话 会缩短一点点 但是你就顶多 也就从七个多小 十八个小时缩短到六个小时左右 但是也不会说再往缩 缩了两个小时 那是不正常的 对 现在就是感觉就是 太太太亢奋了 有点 现在太亢奋了 所以我就说为了排除一些 可能病理上的一些问题 咱们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 这样会好 然后我 然后我这样呢 就是和那个花草 咱们下火的 质子菊花 普普通因都上了 然后那个艾周 艾周的话就久久久点 引火下行 而且我也不拒绝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用 嗯 这种都是理疗的方法嘛 不过就是说 对是的 它是间接对你身体产生一些影响 就像是扎穴位一样的 但是 是的 是的 是不是因为 反正我是 对 但是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睡眠 如果真的是只有两三个小时 那你确实需要去检查一下 是这样的 它是晚上会出汗 然后倒汗 那天去社区院 医生你看到那个叫玉皮分科里 我发现它里面还要带糖的 如果有下次我要买那种 不能要自己过来煎 会比较好 你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蒙着眼睛瞎试 有点 对 你不要去管这些事情 你先去做个检查 没有问题 你说再去随便喝一喝 管不管用 那个再试 如果说你一查出来 确实激素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去看一看 为什么激素会升高 这个是很直接的问题 嗯 对吧 因为我 你说 以我的经验好像自从运动 你来说 我运动有大概有 有七八年的那个 那个就是经历了 就是每次用了之后 就马上就使不完的叫的 运动是会让人兴奋 那所以就是一般不会让人 就大晚上运动的特别兴奋 就尽量的就是 能在六七点左右运动完了 在睡觉之前能留个四五个小时 能休息 六 对 一般是六点半到七点半的样子 有时候会跑个五公里啊 或者三公里啊 对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 做个力量训练啊那种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需要注意的 就是晚上吃完饭 就总之晚上到睡觉之前 这四五个小时 不要吃太多的维生素补剂 那有些人他是晚上喜欢吃一些补剂 他会导致自己 不吃的 亢奋的 对 你之前说过那个B12吧 对我说过 我都是之前 我都是有时候是 我会隔天早上中午 但是晚上你绝对不会吃了 对那你如果完全都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单纯就是饮食和锻炼的话 如果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你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 那还是要去查一查 你再观察一下吧 再观察一下 因为我往年经历啊 一般都是春季这段时间熬过之后 它气温相对平稳了 就是高分的气温相对平稳 就是好很多 每年春季这段时间 对我来说睡眠是最难熬的的 我都已经成了一个老黄利了的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这样 但是如果你每年都不做一个系统的体检 你不知道你身体在什么一样状态 对吧 也是 对啊 你要是像一些机关单位的一些人 他们都是每年都会有定期体检的 这样可能有问题没问题 多多少少他还能知道 要不然你现在就自己在猜 这样可不好 像我现在每年做 其实也是跟我老公他们单位上一起做 他可能体验上面就比较就是大众化 和大众化那种 你就自己单独的去找内分泌的医生 你就说我要做一个甲状腺的功能 对吧 甲红八项 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说一下 你自己有春季这种刀汗的现象 然后你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 你让他帮你分析一下 这样也可以 行 我又不能去问一下 对啊 你如果说你长期睡两个小时 那这不行了 你肯定要去找原因 两个小时是偶尔的 有时候晚上他其实能睡着 他然后我的睡眠手表 他下面下面记住睡眠 深睡一般都是够的深睡 但是我自己感觉没睡好 你知道过 半清醒半睡的状态 嗯 你不是有我那个清单吗 你到时候把那个清单 把那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雪常规啊 甲红八项啊 这些内分泌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做一个 也就抽个几罐子去 很快 好的 很多人他们在社康都可以做 像这些东西 嗯嗯 好的 一会我们去 那个什么 哎呀 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有点超了吧 今天就说完补剂 说完你的这个失眠的话 我们下回 还有几个话题就留下面再说吧 嗯 可以 这个爱揪忠诚药 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感悟 那是仅限于你自己的这种 就是经验嘛 或者说猜测 对 在在在摸那种适合自己 嗯 是的 不过我对中药是一个一窍不同 但是 中药我也不那个 对 我自从自己做了生酮之后 我也没有遇到过什么腰酸背痛啊 什么经历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很多我可以不用管它 哎 我现在就想探究生酮跟那个上火 好像按照那个什么 上火好像吃肉的话 你如果按照高碳水 它那个中医养生的话 它就说是那个吃肉上火的 我这么跟你说 就是有人也在研究这些东西 但是呢 现在中医跟西医说这个上火 西医它也会用一个词对应 这个咱们中国的上火 那个叫炎症 叫inflammation 炎症 对 哦 还是回到炎症上面了 所以这个炎症上火 可能跟中医完全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炎症 它代表的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了 你身体哪里 那个 得病了呀 它会产生炎症 可能就是我免疫系统啊 白细胞 它 它起起了之后 产生了一些反应 红了呀 肿了呀 这种 中医也说过这些东西吧 红 肿 痛 还有哪里什么 它好像有四个东西形容 所以这些东西叫炎症 但是上火就好像 没有特别的形容到这边 嗯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 不要去强强制性的把中医跟西医 给它给它硬是牵连起来 可能很多概念它没有办法对应起来 嗯 然后我发现个奇怪 像这样啊 就是我喝那些什么质子鸡花的时候 我婆婆 她她真的是 泄得好厉害 整个人就就就就感觉虚脱了 就就就就就拉肚子了嘛 我试着想要是啥反应都没有 我说一次 怎么怎么是这东西 我做低碳的 高碳水跟那个生酮 喝这个反应 还两种反应 完全不一样 它就跟肠道 每个人的肠道环境 肠胃环境都不太一样 然后有一些 你喝的这些东西里面 它一些成分 有些人喝的肠胃里面 它可能比较敏感 它就会有反应 有些人他不敏感 他就没反应 你就想嘛 有些人喝咖啡 喝了咖啡他就要拉肚子 但有些人喝咖啡不拉肚子 你就通过这些 很简单的一些现象 你可以发现 每个人对不同的食物 他的反应 肠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说到底的话 其实是他肠胃的通透性 或者说微环境 军群 对啊 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往前推 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 10岁之前 可能大家都还算 相对健康的 可能大家都没事 什么时候不健康了 可能就是往后面 大家吃的东西 开始越来越不一样了 所以造成自己的环境 肠胃的环境 这个时候差异能 越来越大了 对 所以到最后就 喝的东西 大家都喝同样东西 就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所以说到底 如果想 大家都想变得健健康康 吃啥东西 都吃麻麻香 也不拉肚子 那还是要 从营养角度 从食物的角度 把自己调理好 不过像我 我已经调理不回来了 我自己也观察过 我已经很久 没有吃什么豆类啊 奶类啊 还有一些 肤质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偷偷摸摸的 吃那么一点点花生 吃那么一点点豆制品 我还是发现我能长痘痘 这个跟我停吃多久 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淋得多 对对对 一吃就长 一吃就长 所以这玩意儿 没法逆转了 我就想 以前我还会觉得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再吃回去 但是有些东西 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成年了 我记得你之前 在节目里面 听到有一个官员 就是奶酪那个牌子 有的牌子吃了 它会长痘 有的牌子吃了 我还真给困难 我后来发现 你多试一下 因为确实 你的耐受度 可能比我要好很多 我现在发现 像一些硬质奶酪 我都不敢去尝试了 我只敢去吃一些 那种蓝纹的 发酵的很厉害的 甚至是那种 发臭的那种奶酪 发酵的很厉害的那种 那个蓝纹奶酪 应该是蛮好的 那个应该是蛮好的 对那种是发酵的 特别通透的 那种我吃了就 我跟你说 我是吃那种 那个叫马苏里拉 那个奶酪碎 那个东西 我会长好多好多豆 而且那个 就是会肿得很厉害 那个宽得很 那种我是坚决不会吃的 还会拉肚子 从长得拉肚子 它会一起来 然后你要吃那种 比如欧洲那边怪的 法国呀 德国它那种奶酪 什么黄波奶酪 还有什么那种叫 大孔的那种 那个就不会 这个奶酪 它又是一门学问了 我是不懂了 但是我就 我又好奇啊 这两门卷 还都很大大 我现在就单纯外表了 我就专门去找 蓝纹的那种去吃 我还比较担心 不怎么担心 别的我就先暂时不碰了 这个东西都是 大家要自己去找 某种要自己去看得到 哪种最适合我自己 像我老婆 她吃任何一种奶制品 都没事 那真的是有口福的人 对啊 所以我真是比较羡慕她 然后现在咱们的孩子 也还比较健康 就是她吃奶制品 也没有什么问题 各种奶酪也都给她吃 她也没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就是尽量的从小 从年轻 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肠道菌群 不乱吃食物 不乱吃抗生素 是吧 然后也不乱吃药 然后慢慢的让自己 能够对各种食物 都还能适应 不至于将来 当然了 咱们社会发达 你不至于饿死 但是确实你会存在 哎呀 这么好的传统食物 你不能吃 也是很悲剧的 对 现在好多人吃了 就胖了胖了 但没有营养不良 这种人太多了 对 我之前给大家 给我线下的一个客户 我跟他见面过 我跟他在深圳 我们线下见面 我当时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就说 你把胖子想象成 沙漠里面的那个仙人掌 这个沙漠里面是没有水的 你这个仙人掌 你就得拼命的除水 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你说 你除了这么多水 你怎么才能变瘦呢 那除非你不在沙漠里 除非你不在沙漠里 你在一个营养充沛的一个 比如说热带雨林里面 在一个森林里面 那你就不需要除水了 天天下雨 你根本不需要除水 那你不就自然就瘦了吗 对吧 所以我就跟大家 我就说 你身体缺的不是什么碳水 你身体缺的是营养 你把营养天天给他吃足了 他自然把那些多余的体重 都给甩了 这么想就对了 实际上碳水里面 就是没什么营养 那除了卡路里 真没什么营养 一点点 其构热量 空有热量没有营养 对 而且我们强调的是那种 特别是精致加工的那种碳水 是吧 白米白面白馒头 是的 啥营养也没了 你还不如吃地瓜呢 对呀 那这起码 他还有点下肆纤维啊 是不是啊 他能给你带点那个什么 对 他营养也在里面啊 你就是一个地瓜 是个完整的 他营养也在里面啊 但是白米白面 他都已经打磨完了 啥玩也没了 他已经不是原型 最原型那种状态了 对 所以最后你身体就 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 得拼命的除水啊 找营养啊 有点营养就得存起来啊 那不得越来越碰 现在 好在这 像我已经差不多有半年了 都稳定了 一开始 有一段时间还拉肚子 后来现在 基本很突然 我发现吃肉食材 根本就不会拉肚子 你把菜吃够 你便利他也 自然又没 也没了 水喝过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 对对对 你没有走一些弯路 因为走弯路的人 就是像网上 遇到一些博主 拼命给你卖甜品 拼命给你卖奶酪 拼命给你卖培根 完了你没劲儿吃 吃完之后 哇 你身体的各种 比如说你本来 就不应该吃奶制品 你吃那么多奶酪 你自然肠胃不行 然后本来 你不该吃那么多培根 你吃那么多培根 完了之后长胖 你以为生肚能减肥 对吧 然后像有些人 他喝很多奶油 喝很多的脂肪 长胖个十斤 这都是南辕北辙 对啊 像我爸 他现在他也会 自己去摸索了 这晚看体重没动 这样子 吃到哪里有问题 他就开始会担心 那个油市里会加多 然后又吃了什么 什么银子 甚至我给他 那个什么巧克力 他又吃多了 又会响 然后他就 过两天 他就开始自己调整 他已经进入这种轨道 所以我一点都担心他 对这个就好 这个就比较好 比较省心的 那看来 这个生酮 其实你要说 他有门槛吧 其实我觉得门槛 就在一开始 就在一开始的接受 门槛的 对 你一旦接受了 得到好处了 你就不会觉得 他难以这个威胁 或者说 对身体有什么坏处 你反而得到全是好处 哪有坏处啊 是吧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那种 家里面有 有进入高换人 你让他去做 成功率还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 真的是也勉强不难 每个人看自己情况 在家里面 对 那反正我们今天 录这么个一个 将近快两个小时的节目 对 给大家的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启发 我觉得就是 还是通过你的例子 来给大家打气 不论是三四十岁的 咱们的中年人 还是作为有父母的 那父母六七十岁的 这种老年人 其实都是可以来尝试 做低态生酮的 对 而且可能生酮的效果 更好一些 在我来看的话 希望能成为 成为大家的正面教材 能够让大家 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对 将来也许一年之后 还可以再来 这个提供一下 你的最新的感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一年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 像家里面 他们都已经做了那么久了 应该会有很多新的 新校更新了的 是啊 我都想了 有很多新的感受出来的 啥时候 我要是去线下去走学 我要把你带上 或者优秀学员 好呀 我带个老师呀 带个老师的 是啊 不过 虽然我们隔这么远啊 一个是 我是在 差不多就是在江苏这边 也是在那边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于生酮的这一份 我们的执着 应该是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都是 都是从痛苦中走出来的 对 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 对 对 反正我是 我实际上觉得 我这辈子不会再碰碳水的 我下半辈子 不会再碰碳水的 再加上我的生活的 多一点兴趣和爱好 其实日子不会过得太 不会枯燥 因为我们的乐趣 不可能 我带着这么个特殊孩子 对 他也是不会太能傻的 是 你从饮食上 把这个心都省了 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 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那我们就给大家再说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就还有 还剩下四个话题 一个是 你讲这个咖啡的问题 对吧 你自己也喜欢烘焙咖啡 然后那就是运动 还有清断食 再往后面呢 可能就是 你的孩子的肥胖的问题 再一个最后就是 对对对 所谓的特殊的孩子的一个 用生酮来干预他的生活 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更多的想的是 我自己做生酮 因为我孩子 他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自立生孩子 他当时 他现在还没有什么癫痫 还没有说是要用生酮的 控制到这个 因为他的情绪非常平稳 我现在还不想用到生酮 他只是做做 能尽量往低下那个方向 对对对老师 作为我们家长 你能带他走多 能带他多好年 这是你的问题 你要去考虑问题 就这个这个话是蛮深的 将来他年纪再大一点 如果成年 也不叫成年吧 不如那个叫青少年 就14岁再往上走一点的话 他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生酮 做好一点 是可以的 是的 因为而且 而且 如果你只是说自闭症 没到癫痫的话 可以真的是平常试一下 生酮 时不时的给他试一下 因为你知道这个 他这个也是神经上的 一些问题吧 不定的也是 整个神经错问题 对 这里面话题要蛮多的 话题很多 而且我了解到 就是国外 就是哈佛大学 已经有很多的教授 已经在提出来 用生酮饮食 去干预 各种精神类的疾病 像你说的这种自闭症 已经是最轻的一种了 还有精神分裂 还有 有 有 更多的 更复杂的精神 是的 对 然后你像说的癫痫 那是已经研 研究了好多年了 更不用说了 所以 我觉得 只要说他的接受度 还可以 不要 就是尽量的让他 从小就接受神童 慢慢的他自己成年之后 他能够养成一个 好的饮食习惯 即使你不在了 他也可以 一直这样子 安全的 或者说 跟正常人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样生活下去 嗯 不过这还蛮难的 我们家是个重度的 重度的 那我们可以想更多的方法 重度的 因为你可以从 对 从补剂 从生酮 两个方面 全部双管齐下 都可以去做 是的 对 因为 而且你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 我只是猜啊 适当的一些 基因方面的一些检测 然后你看看他的代谢的方面 到底是哪一块有欠缺 我记得 我老婆 不是我老婆 是我 我自己去年12月底的时候 我去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我就发现 我这个同性半肝酸 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要高 9点几 大概是9.0 那我的理想状态是6.0 甚至是 就是说6.1 6.2 就是更接近于6 所以当时到了9 我就觉得 哎呀我还是应该降低一点 然后我就想 我自己平常哪里没有做好 然后 也有看到 就是说同性半肝酸 它和叶酸之间的 很紧密的关系 对 所以 对 我们当时低碳医学大会 刚好就有一个 那个北大医院的一个医生 他跟 他也在深圳嘛 就是我们都是低碳医学联盟的 他就聊到 确实有一部分 妇女也好 或者说有一部分人也好 他们存在这个叶酸代谢的障碍 然后叶酸代谢障碍之后 就会导致有很多的 我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神经我们说了 它的那个叶酸代谢障碍的话 它就会 我们大脑里面产生多巴胺和 那个五强色胺的能力就会减弱 从而导致我们的情绪 因为多巴胺和五强色胺 都是能够帮我们大脑来镇静下来 调理我们情绪的 让我们情绪相对稳定的 又能开心但是又能稳定 所以更多的你去 比如说你做一个基因筛查 他帮你发现你的 某些叶酸的代谢有问题 也许是你 也许是你传给孩子 或者说你没问题 孩子发生基因突变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我给你一个启发 然后你发现这方面的 基因的缺陷之后 你去很有针对性的大质量 去给他补充这类的维生素 比如说叶酸 他就能很好的改善 他的这种情绪 或者说他的大脑里面的一些 神经通路的一些信号 是这样子 这样子你可能人就不会那么的 你发现什么重度 或者也许他会改善 就是有很多能做的事情 对有很多能做的事情 我们之前虽然说生酮 能够怎么能够解决 也不叫解决 能够改善很多精神类疾病 那是因为我们确实把 消耗这些维生素的一些 加工类的食品都去掉了 但是你往后想一步 那是不是把营养给补起来了 是一个意思 所以又用生酮 又用加强的补剂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国外它也有 我了解到的 就是美国那边 确实也有很多 临床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吧 然后最后它会求素于一些 自然类的疗法 那比如说天然补剂啊 维生素啊 或者是功能医学啊 这些东西的 然后确实我们 有很多地方没考虑到 这个代谢异常 这块没人想到 你做一个DNA的筛查 是吧 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哪些 我们的一些 酶啊 或者说我们一些 产生某些神经类的这些这类 我当时我给你举个例子好 我可能表述的有点困难 我记得这个生动饮食当时在美国那边有一个老头 他就是帕金森 当时生动饮食还是很早的时候 在零几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研究生动饮食的一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 然后他就本身他不懂 然后他就跟一个老头和老太出去吃饭 然后那个老头他就有帕金森 然后他就眼看这个帕金森的老头坐那吃饭的时候 手就开始抖起来了 抖起来之后旁边这个老太就给他倒了一勺椰子油 让他喝了 喝了之后他又看到这个老头这个手抖 他又不抖了 然后他就觉得这玩意很神奇 所以他真的他发现这个铜体 铜体本身它是有特殊的神经信号通路的作用 他能够一方面抑制炎症 能够可能会产生跟葡萄糖不一样的这种 对我们大脑神经的影响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维生素啊 一些矿物质的一些影响了 确实有很多 但是你说你跑去找咱们国内的一些医生吧 这个生酮饮食完全都是被被抵制的 根本没有人去说这些东西 你聊不到这些内容 嗯 没有人去什么关注的 虽然小山的地方都没有关注的 所以你说的这种特殊孩子 是的是很特殊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群病友 然后自己在那琢磨 但是又群龙无手 没有一个真正有医学背景的人 在帮你们出主意 真的解决一些问题 大家都是东试试西试试 没有的 像我们这边只能是二男医院 医生说吃什么又吃什么 就这样的 你看看那是什么 架脑袋呀 那个玩意儿的 车有没有用也不知道 没用的 我记得去年 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们在那个平台上面做直播 当时有一个女 有一个阿 也有一个妈妈 三十多岁的一个妈妈 然后他当时他女儿是有癫痫的 跑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了 然后在北京儿童医院也是做生酮 但是他们做的不是营养性 他们做的不是营养性的生酮 他们做的是你很常见的 就是给你开补剂 给你喝各种粉 然后这种很难以为剂你知道吗 这种你一旦不买他的产品 你可能就不会做生酮啊 就是你要花很多钱去维持 然后没办法把他日常花 对 所以这个家长 反正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些 病友圈 也有一些什么妈妈群 都是类似的孩子 但是怎么办呢 他们没有好好学习 没有系统的学习 怎么做生酮 你说我当时也把我们的节目 推给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听了多少 看了多少 但是整天就是孩子怎么 这个在医院里面怎么样 就这样子 还是需要有一个 我希望将来咱们中国 能够出现一些 能够弥补我们公立医院不足的 但是呢又是确实 在这些方面有所建设的一些 医疗机构吧 能有人领头能够做这些事情 那得我觉得那这个得生酮 被很多人大众都能接受之后 然后才会出现很多这种面向儿童的 这种相当于是进一步发展 现在应该还蛮难的 他这个你靠民众自发 真的是很慢 很难的 你看美国为什么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好呢 其实很早以前9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查理基金会 这个查理基金会的主席 就是好莱坞的一个导演 然后这个好莱坞的导演 自己的孩子得了癫痫 然后在传统的医院里面治不好 吃了很多药也治不好 最后发现有人用生酮饮食 给他孩子控制住这个病情 让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完了最后这个好莱坞的家长 他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饮食方式 怎么竟然没有人宣传 是不是被埋在鼓里了 是被人刻意埋在鼓里的吗 如果是缺钱 那我就搞一个基金会 我解决钱的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遇到的 也是类似的问题 我们想说 但是主流媒体打压 我们在平台上说这些东西 都是敏感词 没有流量 大家也不知道 除了像你这样特意去搜 你根本不知道 对啊 人你要不舍的话 这东西哪里 有谁告诉你 没人告诉你 对啊 那这东西就像是 那我给你埋起来 你再怎么好 我也不知道啊 普通人 是的 是的 没办法 大环境 大环境不知 再加上医生在有的 他就给你在那边 旁边塞到给你在那 胡说的那种 对 他这个是利益相关 对啊 平常怎么能了解到这些信息取代 没办法的 对 然后就自己在那里 吃一个有问题 吃那个吃那个没有问题 就这样 就乱七八糟了 是 不过要是 那种大部分是这样的 对 是 这东西 其实资料还是蛮多的 我们 因为我经常能够看到国外的一些内容 不管是视频 还是 一些一些文献 我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什么 是个 是个 是个片子 是一个假的东西 这生头难道是假的 不是 这国外已经变成一个医学分支了 他有 他有支持的 有支持 有说服的 理论和政治的 对 那这个东西 他就讲不上哪里 对 我 咱们从18年搞到现在这么几年 感觉也没进步多少吧 我就觉得 是 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了 大环境 进来了一个大环境 是 咱慢慢来 大环境不支持 慢慢来 还是 那国内也就有十年吧 没有吧 好像 满打满算 你要说从最从零开始可能真有十年了 但是火的话也就是1819年火了一阵子 1819年火了一阵子 又又又又那个 但是他他这个东西只要像那个献献之火 应该还是还是可以 某种程度上可以 可以达到一点点遥远的那种效果 就是慢 慢不知道多久 对对对 不过不过 像像你这样子先行者 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多的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标杆 给大家一些例子 一些启发 打消一些疑虑 然后多多鼓励大家去尝试 先不要着急去反对 这跟电动汽车是一回事 电动汽车刚出来的时候 就嗤之以鼻的人多的是 现在大家不都开电动汽车了吧 对 好 那我们 对 这次就聊这么多 对我们今天先聊这 对对对 我们下回下回我们再约一个时间 继续聊剩下几个话题 行 好 然后我们 那小董老师谢谢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我们下次再聊 关键上谢谢你给了我一点建议 对我就是 因为我干体检的嘛 我肯定是会给你一些比较针对性的 就不要让你乱猜 我也 我也不喜欢猜 下了 好 谢谢 嗯 好嘞 好嘞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 好 下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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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